探似恩爱的新人夫妻 妻子却对丈夫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个女人叫邵元 一个月前她和心爱的男人士林结了婚 士林不仅帅气温柔更是做得一手好菜 每当看着士林的笑容 邵元总是格外幸福 如此恩爱的夫妻到底有什么秘密 这天士林刚出门去上班 邵元立刻回屋带起麦克风 只听她对电话那头的男人说道 我老公去上班了 我们快点开始吧 得到肯定答复后 邵元走到窗口 竟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只见她在空中变换出玫瑰色长发 原来她的真实身份是光之王国的使者 神秘玫瑰 为了守护人类世界 必须从暗黑王国手里夺取乙太 乙太是魔法界拥有强大力量的稀有物质 邵元在空中发现了乙太的踪念 正要伸手触碰 突然一个男人从天而降拦住了她 竟是暗黑王国的王子阿瓦兰谢 宿敌见面对战一触即发 两人分别使出绝招 却直接把乙太轰得粉碎 任务失败两人各自离去 咒骂着坏事的神秘玫瑰 眼看时间不早她立刻换回人类装扮 没想到竟是士林 最恩爱的夫妻居然是死敌 今后会怎么样呢 丈夫出门后妻子便从窗台一跃而下 只因她的真实身份是魔法世界来的使者 为了守护人类 必须努力对抗暗黑王国 但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丈夫 就是暗黑王国的王子 不知对方真实身份的两个死敌居然相爱结婚了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这天丈夫士林正要出门上班 妻子少元送上精心准备的便当 士林感动了一路 如果不是为了隐藏自己暗黑王子的身份 真想一直和温柔可爱的少元待在一起啊 而少元在家也盘算着 自己是要守护人类的神秘魔鬼 如果想和士林永远在一起 那就得赶紧把暗黑王子除掉 中午 士林一个人坐在楼顶叹气 自己刚拿出便当 同事们就像恶狼一样扑上来 便当可是老婆对自己的爱 怎么能分给别人吃呢 正准备每每享用便当时 神秘玫瑰一个闪现 顿时将便当和采得吸碎 这一举动彻底惹毛了士林 她发的疯一样向神秘玫瑰出招 谁知神秘玫瑰召唤瀑布直接将她砸晕 士林醒来后气愤不已 却发现神秘玫瑰准备了赔罪的便当 这女人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她收到了暗黑王国的母亲来电 母亲竟然要让自己和光之王国的公主联姻 丈夫面临重婚危机却不能向妻子摊牌 只因她的真实身份是魔法界暗黑王国的王子 母亲命令她与光之王国的公主联姻 可自己已经和心爱的人类女孩结婚了 这可怎么办好 看着妻子少元天真的脸庞 士林只能撒谎说公司要求长期出差 然后她得赶紧回魔法界取消婚约才行 少元听闻难过地哭了起来 两人刚结婚就要被迫变成异地恋 士林自责不已连忙上去安慰 就在两人气氛暧昧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 少元生气地回屋接电话 谁知接完电话她突然精神焕发 说是自己想通吗 让士林放心出差去 士林见少元这么温柔体贴 简直更爱她了 一定要马上取消婚约回到少元身边 而她刚走 少元变身神秘玫瑰来到了公主的身边 原来之前那通电话是光之王国的来电 少元是光国最优秀的使者 如今公主要结婚了 王室用最丰厚的报酬请求少元成为公主的护卫 少元兴奋地答应了 自己一定要好好完成这个任务赚大钱 这样士林就不用出差 两人就又能在一起了 但她不知道公主的联姻对象其实就是自己老公 夫妻俩一个要取消婚约 一个要守护婚约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恩爱的新人夫妻如今丈夫却面临重婚危机 丈夫士林一心想要取消和公主的联姻 而妻子少元却奉命要守护公主 只因两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魔法界的死地 但隐藏身份后的他们却在人类世界相爱结婚了 这对夫妻今后会怎么样呢 士林来到母亲面前极力反对和公主联姻 并说明自己已经结婚了 谁知母亲一听少元是人类立刻反对 我会当作没听过这些事 你赶紧和公主联姻吧 在母亲这里碰壁后士林打算直接和公主摊牌 却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神秘玫瑰 而化身神秘玫瑰的少元也很惊讶 公主说要带她来见结婚对象呢 怎么会是暗黑王子阿瓦来写 上次便当对战的时候 这家伙明确说便当是他老婆做的 所以他才那么生气 自己事后还觉得很抱歉 准备了赔罪便当 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还要和公主结婚 什么意思啊 脚踏两条船的渣男吗 两个死敌一见面就想开口吵架 不过这次他们的意见难得一致 他们都希望婚约能够解除 谁知公主观察两人后神秘一笑 现在马上解除婚约对两国的影响都不好 不如我们先订婚吧 两个死敌今天在争论谁的伴侣更优秀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伴侣其实就是对方 隐藏真实身份的死敌居然相爱结婚了 今天又会发生什么呢 暂时接受了和公主订婚的士林准备离开 公主说订婚一段时间在对外说不合适就好了 士林一时间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但他心里还是只有自己的老婆 神秘玫瑰跟在他身后碎碎孽 既然早知道要联姻你干嘛还要结婚 士林却是脸红 这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东西叫爱情 我的老婆是世界上最好的 肉麻的情话简直让神秘玫瑰惊掉下巴 但他也不甘示弱的秀恩爱 我老公向我求婚的时候可是说 我是为了与你相遇才诞生的 士林惊讶竟然和自己当年求婚时说的话 他向神秘玫瑰提出和好申请 却遭无情拒绝 毕竟以后还要争夺一派呢 谁知在两人看不见的地方 公主正盯着监控录像中的两人若有所思 回到家后少元换下神秘玫瑰的变装 家里突然变得好冷清 他真的好想念士林啊 掏出手机立马传了张自拍照发过去 就在这时他的队友猫尔男打来电话 少元你听好了 公主希望我保密 但我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你 王子殿下突然要住进自己家是什么体验 但自己可是已婚妇女啊 看着王子那精致的脸庞和不属于人类的长耳朵 少元想对天大喊一万句崩溃 这到底是什么展开啊 原来就在刚刚他的队友猫尔男来的 说公主突然要对少元进行原生调查 因为公主特别在意少元和暗黑王子阿瓦兰谢的事 少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阿瓦兰谢可是他的死 就算天塌下来 世界上只剩他们两个人 他们俩都不可能在一起 不过这还不是最苦恼的事 最苦恼的是公主殿下还派了亲弟弟 光之王国的王子艾利克成为少元的队友 看着眼前捧着一大树花的艾利克 少元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 他可不能让王子就这么进来自己家 但王子再这样举着花站在他家门口 用不了两分钟全小区都会知道的 到时候万一传到士林耳朵里 那自己跳进汉匠也洗不清了 少元戴上墨镜口罩 把艾利克带到了附近的咖啡馆 究竟该怎么让王子回去呢 少元问艾利克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 收集以太的任务 应该不至于让王室出面才对 没想到艾利克牵起了少元的手 我想替你分担一些肩上的重量 好让你不再那么辛苦 少元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就听到旁边人在窃窃私语 那个戴着帽子的女生 好像是我们想去的 报告 难道是身份暴露了 突然被王子殿下缠上了怎么办 他看自己的眼神总是那么暧昧 但自己是个已婚妇女儿 少元谎称艾利克是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弟弟 在邻居们的窃窃私语中逃离了咖啡馆 但艾利克出众的外貌实在是太招人了 尤其是那对长耳朵 少元带着艾利克去商场买了一身人类服装 艾利克看起来十分高兴 他说刚才少元叫他艾利克使他很意外 因为他的全名是艾利克西斯 在光之王国 只有亲密家人或者恋人夫妻才会叫简称 连姐姐都从没叫过自己艾利克 少元听了只感觉晴天霹雳 王子殿下那种脸红心动的表情 笨蛋看了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如果和他摊排自己结婚的事情 那他和士林作为稀有的人类夫妻 一定会被王室们作为小白鼠观察的 自己遭罪就算了 可千万不能把士林牵扯进来啊 虽然光国的公主和王子都很善良 但少元看得出 他们从没把自己和人类看作平等的种族 艾利克注意到少元一直想藏住他的长耳朵 他对少元说道 在光之王国有这样一个传说 传说大地的主人是能够理解以太的长耳义族 而兽尔族会从以太中获取智慧并追随长耳朵 但传说中没有提过人类的存在 所以当他第一次见到少元的时候 有种自己认知被推翻的感觉 同时他也想了解更多关于人类的事情 艾利克向少元伸出手 在人类世界伸手就是代表友好的意思吧 或许因为种族不同我也有在不经意间伤害道理 但我会不断学习改进的 请给我继续了解你的机会吧 两个死敌隐藏身份相爱结婚有多搞笑 但是这次丈夫却面临掉马甲危机 阿瓦兰谢忘记自己没换成人类装扮 看见少元就直接抱了过来 少元也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阿瓦兰谢今天生病了 因为太过在意联姻的事情做了噩梦 在梦中自己被全国百姓指责 甚至连最爱的少元都离开了自己 他回想起小时候生病 母亲总是对自己很冷淡 因为魔法族生病很快就会好 所以从来也没人关心过自己 但是当自己变成士林来到人类世界后 是少元温暖的陪伴让他第一次感觉到爱 阿瓦兰谢睁开眼看到有人在给自己副毛巾 难道是少元吗 他伸出手与那人食指紧扣 猫尔男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正在用少元教自己的办法给阿瓦兰谢退手 结果突然被抓住了神 但在那一瞬间 他感觉到这个冷漠疏离的暗黑王子 释出了一股强烈的对某人的亲切感 而且他身上还紧密缠绕着一股人类的味道 到底是谁呢 猫尔男建议阿瓦兰谢回国休息 阿瓦兰谢立刻同意了 但他不是要回暗黑王国 而是要回家看少元 自己真的太想少元了 不知道这几天他过得好不好 谁知一来到人类世界就遇到了神秘玫瑰 但身体太虚弱 还没对战自己就直接倒下了 再次睁开眼阿瓦兰谢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看见身边少元的脸庞他感动极了 直接伸手一把将少元搂到怀里 自己果然还是离不开少元了 谁知少元一把推开自己 这位先生你在干什么 阿瓦兰谢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是暗黑王子身份 这下该怎么办 两个死敌隐藏身份相爱结婚了 但如今丈夫面临身份暴露危机该怎么办 阿瓦兰谢一激动抱住了少元 却忘记自己现在还不是人类视灵的身份 他紧急糊弄了过去 实在抱歉 我把你和我认识的人搞混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应该要给你补偿才对 少元确实推开他 你好好休息吧 我今天还有约 少元竟然和别人有约 太令人在意了 阿瓦兰谢偷偷看少元的手机屏幕 什么吗 原来是给自己发短信啊 回人类世界前他特意发短信告诉少元他要回来了 看他着急见面的样子 果然他最爱自己了 等一下 自己手机还放在口袋里 要是少元给自己发短信 一会儿手机铃声响起 自己不就暴露了吗 他急忙拉住了少元说自己要喝水 把一脸蒙的少元推出了病房 阿瓦兰谢长出一口气 他拿出手机给少元发短信 说自己临时有事今天回不来了 谁知少元突然打来了电话 阿瓦兰谢只能紧急变换视灵的声音 没说几句他突然发现少元已经走到病房门口了 这应该是史上最危急的情况了吧 少元打着电话开门进来了 阿瓦兰谢又紧急变回装扮 把手伸到身后一把捏碎了手机 永迭了兄弟 正感叹自己没暴露身份 却发现少元神色异常 转身就要走 控制不住自己的担心 他冲上去拉住了少元 你是在哭吗 突然被史迪抢吻了怎么办 少元脑中的闲断了 今天也遇到太多事了吧 早上收到士林的短信说要回来 少元激动极了 但是打开房门看见王子在门口 他又崩溃了 差点忘了现在还有这个王子殿下在呢 可不能让士林和他碰面 少元只能向王子摊牌自己已婚 没想到王子欣然接受了这件事 这反倒让少元懵了 这几天王子表现出的暧昧举动 难道是自己的错觉吗 真是太丢脸了 居然以为王子喜欢自己 王子答应会保守少元已婚的秘密后就离开了 只留少元一人在屋里崩溃 但王子却是在楼下望着少元家的方向神秘一行 似乎他也有什么事情瞒着少元了 到了下午 化身神秘玫瑰的少元又遇到了死敌阿瓦人县 但看他虚弱倒下的样子 他突然不忍心了 换做人类身份把他带到了医院 没想到这家伙一醒来就抱住了自己 还嚷着让自己去买水 这家伙到底什么情况 士林也突然发短信说回不来了 少元担心地打了电话 没想到士林突然挂了电话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他顾不上面前还有个死敌了 他只担心士林是不是在接电话的时候遇到了意外 谁知阿瓦兰蟹突然将他抱到了病床上 又以太为他施了祝福的魔法 少元顿时内心无比祥和 然后安心睡去 醒来以后他开心地送阿瓦兰蟹出院 没想到阿瓦兰蟹先生你还挺特别的 是个很好的人 就在这时阿瓦兰蟹捧着他的脸吻下 突然被死敌抢吻了 少元惊讶万分 伸手准备给阿瓦兰蟹一个大嘴巴子 你这是在干什么 没想到阿瓦兰蟹直接抓住了他的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你面前 我就是把持不住自己 他俯身到少元耳边 回去的路上小心 你真正期待的重逢正在等着你呢 说完便一个人走了 只留下呆立在原地的少元 回到家后 少元绞尽脑汁也没想出阿瓦兰蟹为什么要这么做 整个人又害羞又愤怒 那家伙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怎么还做这样的事 还没想明白阿瓦兰蟹的事情 猫尔蟹就打了电话 少元刻意省略了接吻的事 把阿瓦兰蟹对他用祝福魔法的事情告诉了猫尔蟹 仔细想想 那家伙虽然是自己敌人 没想到还挺有同理心的 猫尔蟹提醒道 少元啊 暗黑王国是什么作风你都忘记了吗 以太是从人的情感中诞生的 从人类身上榨取生命力是获取以太最有效的途径 阿瓦兰蟹从前就是这样做的 你都忘了吗 你可别被一时的心软蒙蔽了双眼啊 少元低下头挂掉了电话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阿瓦兰蟹的残忍场景 就是从那时候起 他才决定成为人类守护者 怎么可以忘记呢 温柔信任不过是那家伙伪装出来的表象罢了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士林回到了家 而电话另一头 公主缓缓从猫尔南的身后走出 阿瓦兰蟹就算病成那样也还是要去人类世界 他到底在那里藏了什么宝贝呢 隐藏身份的夫妻俩正享受着久违的温馨周末 但他们却不知道王室的阴谋正在秘密进行 见到士林出差回来 少元激动极了 直接抱上去亲吻士林 看见少元害羞的样子 士林心动不已 想到之前 果然不管哪个身份 他都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爱意 少元准备下厨为士林做饭 看着少元开心做饭的样子 士林露出宠意的微笑 其实他的胃口很难伺候 而少元恰好是厨房杀手的类型 刚交往的时候 他就因为少元的杰作受尽折磨 但是看到他认真期待的样子 又不忍心说出口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渐渐开始觉得 少元做的东西都很好吃 只要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光都很快乐 少元就这样慢慢改变了他冰冷的内心 然而就在这对小夫妻享受甜蜜时光的时候 另一头遥远的光之王国中 公主安洁丽杰正在和王子爱丽克谈话 你已经去见过神秘玫瑰了吧 虽然我这么说有点突然 但是爱丽克西斯你听好了 神秘玫瑰作为人类 已经知道了我们太多秘密 所以为了保护他 你去和他地结良好的关系吧 爱丽克和猫尔南都是一阵 公主所谓的地结良好关系 根本就是只结婚了 爱丽克微微扶起下巴 姐姐你所想的 和我想的是同一件事吗 公主殿下平静地说 当然了 我是很尊重那个孩子 爱丽克回想起 少元说自己已婚的事情 我很乐意 姐姐 相信神秘玫瑰 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恩爱的夫妻 正在过甜蜜的二人世界 却不知道公主和王子 正在商议着四人的婚事 安洁丽杰公主 要和阿瓦南谢联姻 而他同时又要求 自己的弟弟求取少元 姐弟俩热情讨论着婚事细节 还说最好能在同一天结婚 猫尔南在旁边听得愤怒无比 他们怎么能这么轻易地 决定别人的命运呢 他忍不住的大喊 真是太不像话了 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少元好 却从没问过他的意见 也没给他选择的权利 爱丽克伸手捂住猫尔南的嘴 冷静点 我知道你是为了他好 但我无法再忍受更多的无虑 猫尔南顿时感到压迫无虑 爱丽克转身问公主 虽然姐姐说的我都乐意照做 但怎么今天突然提起这件事呢 公主说道 你们都知道以太对我们的重要性吗 过去以太资源丰盛的时候 像倒水这样的小事 统统可以用以太完成 然而现在以太资源匮乏 我们才会去人类世界搜集 但是少元作为人类 却可以像我们一样使用以太 如果他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人类这种贪婪的生物 就会肆无忌惮地挥霍以太 资源枯竭是早晚的事 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教育 保护这个唯一知道我们秘密的人类 看着公主和王子倒貌黯然的样子 猫尔南心里复杂无比 他不禁回想起 当年少元结婚时兴素的表情 那样天真善良的女孩 自己要怎么做才能帮到她 谁能想到外表温柔善良的公主王子 居然那么傲慢地 不把人类的命运当回事 猫尔南在路上思考着 帮助少元的办法 谁知刚走到家门口 王子就来到了自己身后 爱丽克说有些事 想要私下和他说 两人一起进屋 爱丽克不禁感叹 你的家里很温馨 就像少元家一样了 话题聊到少元 猫尔南语气变得温和 是吗 我以前总是唠叨 他不收拾屋子吗 爱丽克笑道 我都有点嫉妒 不知道他过去样貌的女儿呢 猫尔南恭维 王子殿下不是马上 要成为他的伴侣了吗 以后就会比我还了解他了 爱丽克依旧笑得灿烂 是吗 可是他说他已经结婚了 连婚纱照都有了呢 就是说呀 这可真让人头疼 话说一半猫尔南 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王子殿下居然知道 少元已经结婚了 少元这家伙 不是说要保密的吗 怎么这么大嘴巴 爱丽克脸上的笑充满天真 应该是我让他不自在了吧 他觉得我喜欢他 于是慌张地告诉我他已经结婚了 你真该看看他可爱的样子 猫尔南再度崩溃 少元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呀 爱丽克继续说道 不过他猜对了一件事 我确实很爱慕他 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开始 一开始只是因为 他是和我们不同种族的人类 后来你每次汇报他的任务情况 都让我十分在意 不知不觉 我的视线就离不开他了 不过既然他已经向我们坦白了这么多事 我们也应该替他保守 已经结婚的秘密吧 猫尔南心里的石头落下 原来王子殿下人还是很好的 不愿意勉强少元呢 谁知爱丽克接下来的话 让他毛骨锁 你说我们该怎么保守这个秘密呢 这是连姐姐都不知道的 只有你我知道的秘密 既然这样 只要让少元的老公永远保持沉默 我们就能完美地守住秘密了 对吧 好不容易和自己心上人结婚的善良少女 如今就要被自私的王室算计联姻 猫尔南不来泰丽克一个人呆坐在床上 王子明知道少元已婚 还想抢娶他 甚至还想除掉对他而言最重要的老公 不来泰丽克感到对少元充满愧疑 也许自己根本不该选他成为队友 他那样善良自由的一个人 竟然就要被王室的枷锁困住一辈子 他不禁回想起自己和少元的出狱 八年前他正以猫猫形态缩在人类世界街边的角落里 他们兽尔族原本是动物形态的小精力 吸收乙态力量后 可以在动物和人类形态间自由变换 王室派遣兽尔族前往人类世界收集乙态资源 因为人类自身无法感知到乙态 所以人类世界的乙态资源尤为丰富 但是谁料一个兽尔族女孩被人类发现了真实身份 王室直接下令处决了她和那个人类 布莱泰立刻叹了口气 也许这个汉堡就是自己在人类世界的最后一餐 就在这时 一个少女突然注意到了她 好可爱的猫咪啊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难道是走丢了吗 但是猫咪不可以吃汉堡的 我带你回家吧 这个少女就是高中时期的少元 少元把她抱回了家 给她准备了很多食物和温暖的小窝 布莱泰立刻注意到少元家有很多宠物用品 少元自言自语道 这些啊 以前都是我的宝贝用的 不过我的宝贝不久前去做天使了 今天捡到你 一定就是命运吧 你的紫色眼睛可真漂亮 怎么会有人丢下你呢 看着眼前少女灿烂的笑容 布莱泰立刻做出了一生中最大胆的决定 她向少元开口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收集以太 高中少女捡到一只小猫咪 竟然意外成了魔法界的使者 布莱泰立刻把魔法界和以太的秘密 全部告诉了少元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动 公主说他们会对别人产生感情 不过是宠物的奴行 这种信任和喜爱 真的只是宠物对主人摇尾巴的心态吗 布莱泰立刻内心充满了 对王室的不满和粉唱 她开口邀请少元成为自己的队友 一起收集以太 少元虽然一开始对猫咪会说话 这件事惊讶万分 但她十分乐意帮助布莱泰立刻 少元还问可不可以叫她明明 因为明明是自己宝贝的名字 今天两人的相遇一定是明明带来的礼物 布莱泰立刻看着墙上挂着的照片 和满屋子的宠物用品 心里不禁被触动到 虽然少元是如此开朗乐观的女孩 也会在没有明明的夜晚独自承受孤独 她脸红着同意了少元的请求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梦幻般的生活 王室同意少元作为王国的使者收集以太 因为人类身份能更好在人类世界执行任务 而布莱泰立刻作为队友和少元每天都在一起 两人都成为了彼此心中特殊而珍贵的存在 布莱泰立刻从自己的回忆中抽离 他看着墙上挂着两人的合照 忍不住擦了擦眼泪 去见他吧 然后把一切都告诉他 布莱泰立刻再次化作猫咪形态来到了少元家 少元结婚以后他还从来没来过呢 他跳到床上等待少元回家 自己真的太久没见少元了 床上还留着少元的气味 真是太怀念了 但是奇怪 这气味怎么感觉最近在哪闻到过 就在这时 士林突然开门走了进来 两个死敌隐藏身份后居然相爱结婚 今天又会发生什么搞笑的事呢 这天士林正在打扫卫生 打开少元的房门 却看到布莱泰立刻坐在床上 这家伙分明是神秘玫瑰的属下 怎么会出现在自己和少元爱的小窝里 是单纯走错路了吗 还是他已经发现了自己就是阿瓦兰谢的身份 想要以此作为要挟吗 冷静一点 比起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事 这家伙竟然敢坐在我们少元神圣的床上 真是不可原谅 一旁的布莱泰立刻看到士林杀气腾腾的眼神 大脑飞速运转 少元的老公怎么今天没去上班啊 没听少元说起过他是那么讨厌动物的人 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努力装作友善吧 两个人有了一样的想法 于是出现了这样诡异的温馨画面 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 其实两个人都快吐了 士林把布莱泰立刻抱到沙发上 你是从哪里跑进来的吗 少元看到你应该会很开心吧 他以前也养猫 你真的好漂亮好可爱呢 布莱泰立刻紧皱眉头 这男的我到底该说他什么好 虽然只是假装善良说好听话 但总感觉他戴着一层面具呢 真是太虚伪了 这种只会满嘴甜言蜜语的男人 少元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一股熟悉的味道飘进了布莱泰立刻鼻子 这男人身上也有少元的气味呢 不过这也正常 毕竟他是少元老公嘛 少元的气味总是让自己安心呢 等一下 少元的气味 布莱泰立刻脑中的记忆被唤醒 少元的气味自己也在阿瓦兰蟹身上闻到我 难道说士林和阿瓦兰蟹是同一个人吗 恩爱的夫妻俩居然是隐藏身份的死敌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布莱泰立刻觉得自己大脑挡机小脑萎缩 少元老公身上的味道怎么会和阿瓦兰蟹是一样的 现在坐在身后虎摸自己的男人 就是那个暗黑王子阿瓦兰蟹 布莱泰立刻浑身颤抖 士林疑惑 你怎么抖成这样 是太冷了吗 我帮你盖上毯子吧 士林拿过毛毯盖在布莱泰立刻身上 布莱泰立刻心想 阿瓦兰蟹那个家伙绝不会做这种事 而且也完全感觉不到乙泰的气息 难道是我太神经质了 可如果阿瓦兰蟹就是士林 那我之前的疑虑都能说得通了 但是那可是阿瓦兰蟹 那个傲慢冷漠孤傲的暗黑王子阿瓦兰蟹 这种人会和少元也就是神秘玫瑰相爱结婚 光是想想那个画面就让我小脑萎缩了 但如果这只是个偶然 也太疯狂了吧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 一定是少元回来了 布莱泰立刻立马跳到少元怀里 用心电感应和他说悄悄话 一旁的士林阴沉不已 你这个下贱的畜生往哪哭呢 你竟然敢对我的少元 简直该死 少元和布莱泰立刻眼睛瞪得溜圆 少元开口 士林你干嘛这么生气啊 发现好朋友的丈夫 其实是隐藏身份的他死敌 到底要不要告诉他真相呢 布莱泰立刻扑到少元怀里后 一旁的士林气得火冒三丈 但是怕吓着少元只能强装镇定 这只猫的脚脏兮兮的 怎么能让你抱呢 少元不在意的说 没关系啊 我正好要去洗澡 带他一起洗就好了 士林急得大吼 不行 绝对不可以 少元听这话有些生气 你到底怎么了 从刚才开始就怪怪的 你还要跟一只猫计较吗 士林有一万句话在嘴边 却不知道怎么说 怎么跟少元解释 他抱着的不是猫 而是一个成年男性啊 少元 我们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吵架 你把猫咪给我吧 让我来 谁知少元一下就拍开了他的手 我对你很失望 士林 没想到你会对一只猫都斤斤计较 布莱泰立克在怀里也有点傻眼 这对小夫妻现在是因为自己吵起来了吗 少元抱着布莱泰立克跑出了家门 小区公园里一人一猫正在弹心 少元坐在鞦韆上无精打采 你来了也应该提前和我说一声啊 这样我至少还能找个借口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士林这样 布莱泰立克低下头 我好像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心想到 如果士林真的就是阿瓦兰蟹的话 那他对自己有敌意就说得通了 但还是先不要告诉少元好了 少元问他 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布莱泰立克有些扭捏 你之前收集到的倚泰我来换钱给你 少元开心地把倚泰收藏贯递过去 等收到钱以后 我要买好多好吃的和士林一起吃 看着他高兴的样子 布莱泰立克眼泪汪汪 少元对不起 但是你再也不能和士林在一起了 好不容易和爱人结婚的少女 竟然要被王室逼迫联姻 究竟该怎么帮他解决这件事呢 布莱泰立克把王室的决定告诉了少元 少元真的对不起 都怪我的力量太渺小 少元叹了口气 毕竟连阿瓦兰蟹都要被逼和公主联姻 他们会逼我和别人结婚 我也猜到 只是我没想到对象会是王子 不过你别哭了 我会去拒绝他们的 但少元根本想不到王室有多霸道任性 连笑容都让人起鸡皮疙瘩 布莱泰立克抹了抹眼泪 我得为了你的幸福坚持下去啊 你老公来了 我就先走了 你们就快点和好继续甜甜蜜蜜吧 这时士林从身后焦急的跑来 其实刚刚在家里他一直在做思想准备 身为暗黑王子 他从小就被教育不能把情绪外露 一直以来他也伪装的很好 但是只要一面对少元 他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少元刚刚说对自己很失望 如果少元抛弃了他 那他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这样想着他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现在不是陷入挫折的时候 惹少元生气了就要快点去道歉 他冲到少元面前直接跪下 刚才我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真的很抱歉 少元也有些不知所措 我觉得刚才的事没严重到 需要你这样跟我抱歉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士林突然脸红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 能在你身边的男人只有我一个 后来他立刻躲在树上也中枪 搞了半天是在吃自己的醋啊 少元这也能原谅他吗 这理由也太幼稚了吧 谁知少元一下子抱住了士林 你真是太可爱了 原来是在吃猫咪的醋啊 少元摸摸士林的头安慰他 没必要因为其他人没有安全感啊 我们不是有这个吗 这证明了我们对彼此 都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啊 士林又激动又幸福 他上前抱住了少元 我真是太爱你了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看着两人甜甜蜜蜜的样子 后来太立刻嘟闹 真是一对烦人的情侣啊 当妻子陷入重婚危机 该怎么和丈夫开口呢 少元支支吾吾地问士林 我有点烦心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士林面色着急 什么事情居然让我们少元这么烦心 少元连忙说 不是我 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在写小说 为了后续剧情很苦恼啊 女主角是公爵家的女儿 她爱上了平凡的男主角 瞒着家里和她结婚了 但是女主现在被迫要和王子联姻 女主肯定是拒绝的 但是公爵和王室就百般阻挠 士林在一旁听了汗流浃背 这个故事也太有代入感了吧 说的不就是自己吗 士林问他 那如果是少元你呢 你会怎么做 少元不假思索地说 我当然会拒绝啊 管他王族什么呢 我一定会坚守自己的爱情 士林感动无比 但少元继续叹气 但是女主毕竟也有自己要遵循的王族义务 如果自己的选择会影响到整个家族 那是不是应该以家族利益为先呢 士林安慰道 那不能两个都选吗 地位和爱情只能选择一个而放弃另一个 实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我是主角 我全部都会争取到手 你朋友的小说完结了一定要跟我说 我觉得很有趣 最后夫妻俩抱在一起幸福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少元还是没思考出具体对策 他一个人躺在楼顶发呆 却突然收到了光之王国的来信 公主请少元到光之王国做客一个月 少元一看就猜到是王室马上要逼自己和王子结婚了 这下该怎么办 已经结婚了还要被逼迫去联姻怎么办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反抗王室呢 少元收到光之王国的来信后脸色十分难看 这些王室真是太自私了 干脆直接把信烧了销毁证据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没想到第二天公主和王子直接出现在了自己家门口 你没回应一定是信件没送到吧 所以我们就自己来了 少元满脸黑线地看着面前闪闪发光的两人 王室每天都闲得没事干嘛 竟敢闯入他和士林爱的小屋 一定是来强迫他和爱丽克结婚的 等会儿这两人不管说什么都直接拒绝就好了 公主开口 神力玫瑰 我们有事情要对你说 这次你收集的以太我们来给你废物 不要 我拒绝 场面突然变得安静 公主突然笑出了声 看来你好像不缺钱了 少元尴尬极了 不是这样的 我是担心你们又要我做些奇怪的事情 爱丽克在旁边说道 神秘玫瑰经常脑补很多呢 之前也对我 少元连忙打断他 不要再提那件事了 公主笑道 你们两个的关系真好呢 我很高兴 这是以太兑换的现金 神秘玫瑰你收下吧 他打了的响指 一个华丽的箱子出现在了面前 少元打开的箱子简直被闪瞎眼 这怎么回事 这比平常收到的还要多十倍啊 这些钱真的可以收下吗 公主笑道 多的钱就当是计效奖金吧 你收下的话我们会很开心 虽然觉得很鬼 但见到这么多钱 少元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角 公主转头给爱丽克使眼色 爱丽克来到少元面前 神秘玫瑰 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以太的魔法瞬间绽放 少元发现自己的衣服变成了婚纱 他顿时惊恐万分 爱丽克继续变出皇冠给少元戴上 在姐姐的订婚仪式上 我们也会宣布一件重要的事 神秘玫瑰 请把你往后的人生交对我吧 你还将五百万现金从楼顶撒下 只因他不愿接受强迫的婚姻 就在刚才王子和公主来到少元家里 不仅拿出五百万 还给少元变出了婚纱妆 公主和王子自顾自地夸赞着 少元是美丽的新娘 他们怎么能擅自决定别人的命运 让别人的人生陷入枷锁 少元愤怒地扯下领口的丝带花 我拒绝 公主眯眼笑着问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少元更生气了 你在明知顾问吗 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有负担很厌恶 尤其是被一个黏在姐姐身后的男人求婚 简直无比荒唐 少元态度强硬地面对爱丽克 王子殿下明明清楚我是什么处境 为什么还要入无其事地步步相逼到这个地步呢 难道我的处境在你眼里丝毫不被尊重吗 爱丽克开口 可是这桩婚事对你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少元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这个世界上有谁结婚是只考虑利益 而且更让我生气的是 你们一副高高在上想拿这些破东西 就让我臣服的态度 简直是令人不齿 爱丽克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公主拦下 公主靠近少元对她说 我承认是我们没考虑周全 不过你不受诱惑的高贵一直让我很敬佩 所以你更需要和我们站在同一个高度 成为管理以太的人类 成为这世界第二个主人 王室拿出五百万逼迫女孩接受联姻 女孩转头就将钱从楼顶撒下 几分钟前公主还在对少元洗脑 你需要接受联姻 和我们站在同一高度 成为这世界的第二个主人 少元大吼 我什么时候说过想要那种东西了 你们怎么可以对人类肆意妄为 现在马上从我家出去 爱丽克想说话又被公主拦下 最后爱丽克只能鞠躬道别 神秘玫瑰 等你冷静下来之后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少元看着离去的两人心里五味杂陈 他撕碎了身上的婚纱 拿起了公主带来的香 一个人来到楼顶把五百万撒了下去 但看着飞扬的钞票 少元的心情并没有变好 反而更加生气更加难过 眼泪止不住的流 他气王室对人类命运的肆意妄为 也鄙视他们用金钱收买人心 但更气自己居然有一瞬间见钱眼开 少元无声地哭泣着 身后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还在好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仪态 你现在是打算情绪爆发 好让自己收集到更多仪态吗 竟做些没用的事呢 神秘玫瑰 少元回头看着阿瓦兰谢 这位异世界的暗黑王子是他最讨厌的人 可他同时也是自己不用戴着虚伪面具 就能坦然面对的唯一存在 两个死敌一见面就又吵起来了 少元崩溃大哭的时候 没想到阿瓦兰谢刚好出现 正在气头上的少元直接一拳挥过去 把阿瓦兰谢都打懵了 不分青红皂白打我干嘛呀 少元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你们都一样都是共犯 这是连带责任 揍你一拳算是便宜你了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吵着 接着又像往常一样打架 少元莫名觉得自己心情变好了点 阿瓦兰谢叹气 我本来还在纳闷你怎么哭得稀里哗啦的 你倒好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打 你这么殷勤不定还真好笑了 不过以太我就收下了 还说谢谢你们 少元气得牙痒痒 伸手要去抢回以太 但突然想到王室都那样逼自己了 干嘛还要帮他们收集以太呀 还不如干脆让给阿瓦兰谢 但还是不甘心输给他呀 少元疯了一样去争夺以太 阿瓦兰谢感觉到不对劲 虽然神秘玫瑰这人平时也喜欢大喊大叫 但今天也太夸张了 让人有点在意 他使出神秘玫瑰曾对他用过的束缚魔法 露出坏坏的笑容 你应该知道接下来我会使用什么魔法了吧 少元还在挣扎的时候 阿瓦兰谢一打响指 从天而降一道瀑布把他淋成了落汤鸡 这家伙居然用自己以前对他用过的招来对付自己啊 少元狼狈的跪坐在地上 阿瓦兰谢收集完以太准备离开 但突然想到那张哭得梨花带雨的脸 就是莫名觉得烦躁 他回头走到狼狈的少元面前蹲下 你到底为什么哭成这样 当互相看不顺眼的两个死敌突然有了相同遭遇 两人会就此开始合作吗 阿瓦兰谢问少元哭泣的原因 少元捏紧了拳头 关你什么事 阿瓦兰谢有点被气笑 你这家伙 我可是白白挨了你一拳 不过我还真是有点羡慕你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隐藏情绪 现在想来以太匮乏也是这个原因吧 你们人类能这么理所当然的表露感情 这让我很意外 所以我才会好奇想问 你不想说我也不强求 再见了 少元看着阿瓦兰谢准备离去的背影脱跑而出 公主殿下要我和埃力克王子接吻 阿瓦兰谢脚步一顿 少元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我这样一个人类居然能嫁给一世界王子 真是像漫画一样幸运对吧 而且这样一来我还得叫你姐夫 说着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你不是也知道我有老公了吗 可是他们竟然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 阿瓦兰谢缓缓开口 这件事居然连你也被勉强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我很遗憾 但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你 少元有些呆住了 面前这个人真的是阿瓦兰谢吗 少元提起两人初见时的场景 那时阿瓦兰谢正在吸取一个人类的生命力提取以太 他见到这一幕后生气万分 两人大打出手从此成为死敌 但少元不知道的是 阿瓦兰谢是撞见那人正在虐猫 与其让这种人渣活着浪费资源 还不如把他变成以太 但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也不想解释这么多 他捏起少元的下巴 你这家伙看不惯的终究也是过去的事 现在扯这些也是浪费时间 但你我如今处于相同立场 我倒是有个好方法解决眼前的困境 你要跟我合作吗 如果为了相同的目的 你会选择和死敌合作吗 阿瓦兰谢向少元提出合作 让少元直接离开光之王国来他手下做事 阿瓦兰谢说出的秘密让少元大为震惊 原来王室知道一种早已被禁止的魔法 那就是把以太注入生命体改变其本质 光之王国不会让一个只活几十年的人类成为王妃 也就是说如果王室把以太注入少元的身体 那少元就不再是人类而是变成长耳朵 寿命也会延长数捕 少元感觉晴天霹雳 如果他不再是人类了那是灵该怎么办 阿瓦兰谢再次向少元伸出手 神秘玫瑰你跟随我吧 我们都知道彼此的秘密 我还可以帮你和你的老公 没想到少元开口拒绝吧 阿瓦兰谢觉得有些奇怪 理由是什么呢 该不会是为了遵守对公主的道理吧 少元摇了摇头 如果我只是为了自己就去跟随你 那我的冥冥就会独自被留下 他的下场会怎么样我根本不敢想 阿瓦兰谢叹气 没想到你也够辛苦的 要守护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少元听出他的话里有话 什么叫你也辛苦 再联想到阿瓦兰谢说很在意人类的寿命 少元不可置信地开口问 阿瓦兰谢你的妻子不会是人类吧 发现好朋友的丈夫其实是隐藏身份的他死敌 到底要不要告诉他这个真相呢 就在几分钟前少元问阿瓦兰谢他妻子是不是人类 阿瓦兰谢顿住了脚步 人类脆弱又渺小 此等弱不禁风的种族 你真的觉得我会和这样的人类陷入爱情吗 少元嘴角抽搐 如果真的发生那就是奇迹了 阿瓦兰谢一笑 这的确就是奇迹 此时的两人都不知道对面楼顶有人正在观察他 是布莱泰立克 布莱泰立克听到刚才少元说不愿抛弃自己 简直不要太感动 更加坚定要保护他的心了 但看到阿瓦兰谢后他心情又沉重起来 从一开始他就有种莫名的违和感 因为那个叫做士林的男人 他的存在简直太奇怪了 他户籍信息上登记的家人根本就不存在 而且少元对他的态度转变比他的升职速度还要离谱 第一次见面后少元回家骂他就像畅润 结果某天突然和他暧昧起来还光束在一起了 沉浸在爱情里的少元半年就决定和士林结婚 简直像是被洗脑了一样 但士林对少元的态度又偏偏好的离谱 可以说是挑不出问题的完美老公 可自从那次布莱泰立刻发现士林和阿瓦兰谢身上味道是一样的时候 从前的那些违和感拼凑成了怀疑 他怀疑士林和阿瓦兰谢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只有这件事绝对不可以 少元已经受到了太多的伤害 绝不能再让任何人辜负他的心 恩爱的夫妻居然是隐藏身份的死敌 当两人还没认出对方真实身份的时候 妻子的朋友已经看透了一切 布莱泰立刻决定直接去找士林也就是阿瓦兰谢谈判 这天早上士林和少元道别后一个人走在上班路上 身后突然有人喊他王子殿下 他回头发现是布莱泰立刻 本想蒙混过关谁知布莱泰立刻眼神坚定的说 我已经知道你是阿瓦兰谢了 阿瓦兰谢转身不再看他 是吗 那你还真厉害 跟我来吧 你似乎是有话要和我说 布莱泰立刻心想 不愧是暗黑王子啊 好可怕的胆石 被当面戳穿身份还能这么淡定 我也要拿出勇气来才行 而与此同时的阿瓦兰谢 秦氏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两人来到了附近的咖啡厅 布莱泰立刻惊惊地挡住自己的耳朵 阿瓦兰谢笑看了 我已经在你身上施了魔法 你现在在其他人眼里只是个普通学生罢 布莱泰立刻瞪着他 这家伙果然卑鄙 一直在对周围人施法 该不会和少元结婚也是他的阴谋之一吧 他直接开口问阿瓦兰谢为什么要和人类结婚 因为在确认阿瓦兰谢就是士林的时候 他是非常生气的 这些王室都一样地不尊重人类 他绝不允许这些人这么肆无忌惮地伤害少元 阿瓦兰谢镇定自若 我会解答你的疑惑的 但是你能承受关于我的真相吗 发现好朋友丈夫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他死的 布莱泰立刻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阿瓦兰谢 他倒是要听听这男人到底有什么阴谋 让他一定要和少元结婚 只见阿瓦兰谢突然支支吾吾起来 这让布莱泰立刻更加好奇 那个 我也不知道 陷入爱河这件事 居然会让人完全不去考虑任何利益或风险 只要想到那个人就会失去理性和判断力 不知不觉就这样了 布莱泰立刻再次感到大脑当机小脑萎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目中无人的暗黑王子居然陷入了爱情 还一副娇羞的样子 也太夸张了吧 阿瓦兰谢继续说 身为三王子的我一直活在两位王兄的阴影之下 作为王兄的替代品 我的价值只不过是联姻牺牲品的程度 我从来不是任何人心中特别的存在 可是只有少元 他对这样的我说出了你很特别这句话 看到少元的笑容 我心中所有扭曲的情感都融化 在那个瞬间我陷入了爱河 布莱泰立刻听得一愣一愣的 因为真实的情况其实没这么浪漫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少元觉得士林这个客户是太多了 阴阳怪气地说出了那句你很特别 但布莱泰立刻也不想解释这个误 看阿瓦兰谢的眼神就能确信 他是真心喜欢少元 少元的时间和心意没有被辜负真是太好 布莱泰立刻笑笑 不过都已经结婚了你还每天和神秘玫瑰打架 你也是演得够辛苦了 阿瓦兰谢摸摸他的头 神秘玫瑰要是像你一样理解我就好了呀 不过我也不用他理解 我根本懒得和他废话 那家伙就是个目中无人的偏激人类 布莱泰立刻听得汗流浃背 这家伙原来不知道少元就是神秘玫瑰啊 谁能想到外表冷酷无情的暗黑王子 其实是纯爱战神的 阿瓦兰谢是真心爱少元 但他却不知道少元就是神秘玫瑰 还觉得神秘玫瑰很烦人 布莱泰立刻悬着的心终于死 但又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说出真相 得找个更合适的机会让夫妻俩相认 对于一只猫咪来说 他承受的真是太多了 不久后阿瓦兰谢和公主的订婚日到了 这天早上少元刚睡醒 就被光之王国手下抓走 然后就被带到皇宫开始不停化妆做造型 少元气死了 这些人根本不考虑他同不同 而且被抓来这么久 连个厕所也不让他上 少元让侍女们都滚开 这时艾丽克从旁边走来 我未婚妻现在情绪有点不稳定 你们先退下吧 少元好笑地看着艾丽克 居然还说我是你的未婚妻 看来我那天拒绝的事情 王子殿下是忘记了 艾丽克伤心的皱眉 王子殿下 你已经不会再叫我艾丽克了吗 少元挠头 现在该生气伤心的人到底是谁啊 他可是都没和士林说一声就被抓来了 艾丽克说那天少元生气后 他和公主都很自责 他们愿意给少元时间来原谅他们 然后接受这个婚事 少元不想再听下去吗 说到底你们还是想让我遵从你们的想法 我是死都不会对我老公放手的 既然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 不如到此为止吧 谁知艾丽克抓住了少元想开门的手 你边说边走是想去哪里啊 逃婚后居然误打误撞来到了死敌的房间 简直是大型射死现场 就在刚才艾丽克拦住了想要离开的少元 还想和他说些什么 少元直接抬头把艾丽克撞婴 然后飞快逃了出去 艾丽克立马呼喊卫兵来帮忙 少元拖下脚上的高跟鞋 当作武器砸了过去 少元转身继续逃跑 现在得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还要赶快联系士林不能让他担心 少元躲进一个大房间 然后用衣柜挡住门 抬眼看到旁边有一张床 少元立马钻了进去 抛出手机准备给士林打电话 这时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看来你终于疯了 居然跑到我的床上来了 少元惊呆了 阿瓦兰蟹怎么在这里 只见阿瓦兰蟹坐起身看他 你应该知道这代表什么吧 少元转身想逃走 却被阿瓦兰蟹拦住 这可不行啊 神秘玫瑰 你想跑去哪里 你都把事情弄成这样了 你不应该负责吗 少元听这话有些生气 你不觉得这样很对不起你老婆吗 说这些奇奇怪怪 暧昧不清的话 阿瓦兰蟹嘲笑他 是你自己想歪了吧 我可没那个意思 少元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出手 就是一拳 阿瓦兰蟹倒是不生气 你最好打到我没办法订婚 两人打架的声音 都传到公主的休息室了 此时的公主正在对 布莱泰立克问话 我之前拜托你去调查 神秘玫瑰周围发生的事 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明明知道两个死敌 其实是夫妻 却只能先保密 本想找个合适机会 让他们相认 没想到公主先来质问了 面对公主的问话 布莱泰立克在脑中幻想着 如果告诉公主 少元和阿瓦兰蟹结婚的事情 按照公主这种腹黑的性格 一定会把他们俩 做成夫妻废片的 这他怎么敢说出真相啊 布莱泰立克下定决心 对着公主说 回禀公主殿下 神秘玫瑰的行迹 并无异常之处 他每天的生活 真的就只有在家 和收集以太尔 他和阿瓦兰蟹 殿下的关系很差 只是互相争夺以太吧 布莱泰立克说话 时身后的尾巴 都忍不住颤抖 公主微微一笑 既然没什么特别的 那我就放心了 让神秘玫瑰 最亲近的你去调查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你一定会把 最真实的信息报告给我 对吧 布莱泰立克咽了咽口水 是的 没错 谎言的雪球果真是越滚越大 这样的谎言 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布莱泰立克不知道 但他此刻只想保护 少元的安全 公主命令布莱泰立克 去帮阿瓦兰蟹 做准备事宜 布莱泰立克在走廊上苦恼 他只是想让少元幸福而已 怎么会这么坎坷 少元陷入爱情 也根本没错呀 真要说起来的话 都怪那另一个 陷入爱情的呆头鹅王子 布莱泰立克苦恼极了 他知道一切真相 又不能直接告诉少元 阿瓦兰蟹房间门怎么被堵住了 也不知道谁干的 好不容易打开门 迎面丢来一个枕头 只见少元和阿瓦兰蟹 正在床上打得不可开交 两个死敌在床上打架 打得不可开交 一旁的布莱泰立克都无语了 他为了保住这两人的秘密 做了多大的努力 这两人居然还能在床上大打出手 等一下 他们俩在哪里 布莱泰立克紧急变回猫猫形态 具体情况后布莱泰立克教育着两人 又不是小孩子了还吵成这样 你们该庆幸发现的人是我 要是被公主或王子殿下发现就糟了 只见少元和阿瓦兰蟹一口同声 被发现就被发现了 正好这婚就不用结了 两人不愧是天生一对的夫妻 还真有默契 不过吵架绝不服输这点也是天生一对呢 这两人能不能赶快发现了 他都要装不下去 少元走到布莱泰立克面前 来不及了明明 我得赶紧回去 不然我老公要担心了 阿瓦兰蟹也在身后说 我也必须联系我老婆才行 我上班一半就被王国叫回来 我老婆会担心我 你还上班 你老婆果然是人类哦 是又怎样 关你什么事啊 你还是赶紧联系你老公吧 布莱泰立克无语 这两人怎么随时随地都能吵起来啊 好希望他们当场打电话 然后发现彼此身份啊 咦 这好像是个好主意啊 先哄骗他们给自己老公老婆打电话 然后他们的手机就会同时响起 只要不是笨蛋肯定会发现了 轻松达成happy ending 这样想着布莱泰立克立马开头 我来帮你们把风 你们趁现在快给爱人打电话吧 本想让两个死敌发现他们就是夫妻的 没想到他们吵架吵个不停 少远转过头比一地看阿瓦兰蟹 你打电话给你老婆除了找借口还能说什么 阿瓦兰蟹也不甘示弱 你跟我是半斤八两 你打给你老公也是打算说谎吧 两人又开始针锋相对了 布莱泰立克紧急劝甲 少远你冷静一点 那边有个空的会客室 你去那边打电话吧 还有阿瓦兰蟹殿下你也别说婚良话了 你也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啊 少远转身就想离开 跟他在一块我还不如去面对装模作样的爱立克 阿瓦兰蟹在后面装作遗憾的样子 我可是觉得比起面对公主 还是和你吵架比较轻松 少远捏紧了拳头 既然你那么不想和公主殿下结婚 为什么还接受联姻 你老婆也是人类对吧 那作为人类我也给你一个忠告 假设你没办法取消婚约 又为了政治必须结这个婚 你可别奢望你的老婆会永远蒙在鼓里 劝你不要天真的以为你可以处理好两边的婚姻 因为你老婆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少远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阿瓦兰蟹在原地沉思 后来泰立克地上衣服小声说 阿瓦兰蟹殿下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如果您真的很爱您的老婆 就必须把事实全部告诉他 阿瓦兰蟹接过衣服转身换上 问不来泰立克 你这家伙是不是有事瞒着神秘玫瑰啊 少年可以在人类和猫猫形态自由切换 却只在女孩面前展现猫猫的样子 只因初见那天女孩带着猫猫的他一起洗澡 阿瓦兰蟹问不来泰立克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神秘玫瑰啊 你刚才转换形态的时机很不自然哦 不来泰立克一边帮他梳头发一边尴尬地说 因为我第一次见他是猫咪形态嘛 后来他把我带回家后就要带我一起洗澡 我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跟他说这件事 阿瓦兰蟹扑斥一笑 所以你就瞒了他八年 你这家伙也是够厉害的 不过还真是奇妙呢 我们这群隐藏自己的人居然像这样齐聚一堂 该说我们都是一丘之和吗 不来泰立克鼓起勇气说 王子殿下 如果我像神秘玫瑰坦承我的秘语 那你也向你老婆说出这一切真相怎么样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不来泰立克还是想努力让两人赶快相认 阿瓦兰蟹摩缩着手套 虽然我也不知道接受这个提议对我有什么好处 不过感觉很有趣 我就答应你吧 不来泰立克立马激动起来 但这家伙说有趣是什么意思 阿瓦兰蟹笑道 我只要一想到神秘玫瑰把你的猫毛拔光的样子就觉得好笑 要不把公主和王子也请过来围观吧 不来泰立克头顶飞线 这暗黑王子果然还是那么欠的 十几分钟后不来泰立克瑟瑟发抖 这是他第一次以人类形态出现在少园面前 不知道少园会是什么反应呢 养了八年的可爱猫猫居然变成了一个少年 少园有些傻眼了 明明是他最好的朋友 有着刚好可以拥入怀中的尺寸 是个迷你又珍贵的伙伴 怎么明明居然是个这么大只的男孩子 少园脑中的马达都要撞坏了 不来泰立克有些慌张 神秘玫瑰你没事吧 怎么连茶都吐出来了 少园强装镇定 哈哈哈哈 应该是这个茶太咸了吧 茶太咸把我吓得一跳呢 不用在意了明明 隐瞒了一点身份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对吧 不来泰立克尴尬地笑笑 一旁的阿瓦兰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说 王国的茶怎么会咸呢 一副被自己的猫蒙在鼓里 欲固无泪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承认吧 你早就被吓到快昏倒了 少园牙都快咬碎了 知道就知道 你干嘛说出来呀 阿瓦兰蟹咆哮道 我当然是故意的呀 真有趣 过来泰立克还得在旁边给两人劝假 少园看他一眼更不淡定了 哇你觉得我有办法冷静吗 本来你你又珍贵的你突然变成这么大的男人 我人还没死呢就已经看到人生走马灯了 在你身边做过的丢脸是全都在我脑海一闪而过 少园想起为了勾引士林 他还在猫猫面前练习性感舞蹈 崩溃 他这简直是大型射死 过来泰立克突然跪下 对不起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了 你很生气吧 真的很抱歉 少园愣住了一下 我好像也没有很生气 他伸出手摸摸不来泰立克的头 虽然你骗了我 我确实吓了一大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并没有生气 因为就算外表改变了 你还是那个一直为我担心的你啊 就算外表改变了 你还是你啊 听到这句话阿瓦兰蟹突然被戳中了 神秘玫瑰会这样原谅隐瞒身份的布莱泰立克 那他的少园会不会也原谅自己呢 阿瓦兰蟹叹了口气 转身想离开 这边的布莱泰立克注意到他想走 立马追了上去 您看吧 阿瓦兰蟹殿下 只要彼此有足够的信任什么事都能轻松解决 阿瓦兰蟹笑道 轻松吗 我看你根本是历劫归来吧 布莱泰立克尴尬的扯扯嘴角 总之 我都做到这一步 请您务必也遵守约定 阿瓦兰蟹认真的看着他 我实在是不理解你为什么为了这个约定如此屁民 到底我的事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过 我的确有点羡慕你 我也不想再用他入睡的时候再次感受幸福与不安交织的滋味 我会按照你说的做 把一切都告诉我老婆了 布莱泰立克心花怒放 谢谢您啊 您这个选择简直是太正确了 阿瓦兰蟹奇怪的看他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高兴 还不知道这是能不能顺利解决呢 布莱泰立克语气都充满了兴奋 根本不需要担心啊 你们不是深爱着彼此吗 等待你们的肯定是happy ending啊 我还有点事先告辞了 阿瓦兰蟹看他这么兴奋有些摸不着头脑 布莱泰立克开心的跑在王公走廊上 少元啊 你一定要过得幸福 你们夫妻俩再也不用向对方隐瞒任何事 因为你们深深爱着彼此 所以前方等待你们的一定会是 会是happy ending的吧 忙前忙后终于可以让死敌夫妻相认 却没想到一切计划都被公主殿下发现了 公主虽然在微笑 但看起来十分可怕 你该不会觉得对我谎报消息后还能安然无恙吧 来人把他抓起来 而另一边 少元联系不上布莱泰立克 整个人都坐立南安 周围的贵族们还在对他人类的身份怯怯思语 因为他们都是长耳族 而少元的人类耳朵小小的 少元听得心烦 直接转过头 那边的两位 你们是第一次看到人类对吧 要不要我直接咔嚓一下 让你们当场体验当人类的感觉 一旁的埃立克连忙冲过来拦住他 神秘玫瑰 我代替他们向你道歉 他们也是觉得人类太新奇了才会这样 你就理解一下他们吧 少元不屑一笑 凭什么要我理解 他们会那么说还不是因为看不起人类 你们这里不会贬低人类的只有冥冥了 你知不知道冥冥他去哪里了 埃立克刚想说话就听有人大喊 阿瓦兰谢殿下和公主殿下来了 只见两人在众人的惊艳声中缓缓走下楼 贵族都在议论着两人是敌国联姻的罗曼士 还有人说阿瓦兰谢从小就对公主一见钟情 少元叹气 看来贵族也没什么优越 照样喜欢八卦和以讹传讹 少元看着脸上挂满假笑的阿瓦兰谢 就这样联姻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和一个不爱你的人结婚是不会幸福的 为了王室的利益真的有必要做到这份上吗 就在刚才少元来到王宫的庭院 居然刚好偷听到阿瓦兰谢和公主在谈判 我真的没办法和你结婚 我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 何必浪费你的人生吗 公主脸上挂着招牌微笑 订婚宴都准备好了 所有人都在等着 用这个理由就说不结婚实在太没有说服力了 你真的不打算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吗 阿瓦兰谢咬牙 好吧 那我就老实告诉你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们的联姻对她是背叛 所以我不想和你递结任何关系 少元在身后惊讶 阿瓦兰谢居然真的对公主坦诚了 公主的表情并没有很惊讶 如果真如你所说 那确实会尴尬 那就随你的心意去做吧 前提是你要让你喜欢的人 有背负起全国人民的失望和怨恨的决心 像你这样毁婚的理由对我来说只是而你私情 我们的地位还没有低到能被私人情感左右吧 这些话也适用在你身上哦 神秘玫瑰 被发现在偷听了 少元尴尬地走了出来 公主微笑着说 神秘玫瑰 等会儿我们就会宣布你的婚事 拒绝也没用哦 你已经在没意义的事上浪费太多时间了 这是你身为神秘玫瑰应尽的义务呢 那么我就先走了 希望你们两个心中的天平 不要倾向没效率的那边 面对王室的逼婚逃跑是没用的 少元决定这次一定要做个了断 就在几分钟前公主离开后 少元问阿瓦兰蟹 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阿瓦兰蟹缓缓缓开口 神秘玫瑰 你的猫和我打了个赌 如果它向你说明身份 那我也会和我老婆坦白一起 少元连忙说 那你快去跟你老婆说呀 阿瓦兰蟹却突然情绪崩溃 但是你也看到了 公主根本没有取消婚约的打算 如果我想极力反抗 或许确实可以毁婚 可是就像公主说的 整个王国的失望和怨恨 那种东西如果冲我一个人来 我根本不在乎 可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我无法让我的妻子去承担这一切 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不能 阿瓦兰蟹你不要再找借口 少元大吼 这些理由都只是在逃避而已 你的想法如何根本不重要 你老婆就是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不管是要和你一起承担一切 还是要离婚 你都必须给她选择的权利 阿瓦兰蟹低头 你和你的猫一样 都爱管闲事 算了 你快逃跑吧 我帮你打开戒门 你和你老公都逃得远远的 如果我见到你的猫 我也会把他送走 少元转身 我早就是过了 不管怎么逃都会被抓毁 我和你不同 我会做个了断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好了 我是不会和艾利克王子结婚的 因为我的老公就在这里 王室们全都惊呆了 尤其是阿瓦兰蟹 神秘玫瑰这是在闹哪出 就在刚才 少元决心要了断这次荒谬的联姻 公主在宴会厅宣布着 少元和艾利克的婚事 面对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少元转过头对着艾利克自信一笑 王子殿下 醒醒吧 随后用以太变出一个麦克风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好了 我是不会和艾利克王子结婚的 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而且我和我老公每天都过着 翻云覆雨的幸福生活 阿瓦兰蟹傻眼 这家伙说要做的了断 就是这样做吗 这根本不是了断 是自暴自弃的 聪明就放过来了 这时他突然感觉自己被一只手拉了回去 我可不是胡说八道 因为我的老公就在这里 我的兰蟹 所以我们不能跟你们结婚了 对不对啊宝贝 阿瓦兰蟹实话了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阿瓦兰蟹的母亲在一旁质问 她再不会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 阿瓦兰蟹连忙否认 绝对不会是她这种人 少元嘟嘴 亲爱的 你干嘛这么说 阿瓦兰蟹转身小声说 疯了吗 现在这样是干嘛呀 少元理智气壮 你不是说要联手毁婚吗 我在帮你啊 阿瓦兰蟹气的直晃她 你懂不懂什么叫帮忙啊 就在这时公主突然来到两人面前 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哦 面对王室的逼婚 少元决定做得了乱 她直接拉过自己的死敌 阿瓦兰蟹说两人已经结婚 而面对公主的质疑 少元一副无辜的小表情 我不是开玩笑的呀 我们是真的很恩爱的 公主俯身到少元耳边 够了 如果你的胡闹到此为止的话 我还可以原谅你 虽然我早就知道 不意外 不过要是你们能安分一些的话 或许我还可以让你们好过些 少元脸色难看 我跟他才没有轰轰烈烈 公主扑斥一笑 你的谎言一下就被我拆穿了呢 少元发现快露线了只能继续 我没说谎啊 我和阿瓦兰蟹确实是新婚夫妻 公主婉西般的叹气 是啊 你在三个月前就结婚了呢 少元惊讶 公主怎么会知道的 公主微微一笑 你可不要小看我的情报网哦 不过不知道布莱泰立克是不是想要包庇你 他总是给我传递假消息呢 真困扰 少元听到这里还没来得及感动 就听公主继续说 总之 真是遗憾了 其实你和艾立克的婚约不是要立刻执行的 我们本来打算尊重你身为人类的人生 让你和你老公充分享受未来几十年的人生 等你老了以后再让你与我们一族重生 结果你不但不理解我们的心意 还和我们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呢 真是令人难过 少元在心里冷嘲 之前阿瓦兰蟹说的果然是对的 少元大吼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干涉我的人生呢 子弟夫妻俩终于要相认了 但这却是王室的一场阴谋 在他们俩还不清楚对方身份的时候 公主早就秘密调查清楚了一切 就在刚才少元听到王室真的要把自己变成一族时 他直接出言拒绝 算了吧 公主殿下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干涉我的人生呢 你们的以太都不够用了何必做这样的事呢 与其这样 还不如拿来清除我的记忆 我要把你们这些一族全部忘了 和我老公幸福的过一辈子 公主一笑 可是这样的话 你也会把你老公忘记懂 这样也没关系吗 少元不明白公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公主却是转向阿瓦兰蟹说 订婚礼物我已经收到了 就像神秘玫瑰说的 把它变成我们一族要消耗大量以太 而你过去这段时间收集到的以太刚好够量 那我就笑那了 阿瓦兰蟹惊讶 公主不会知道他在书房藏着那些以太吧 可自己的屏障魔法施展得很完美啊 怎么会 公主歪头一笑 哎呀 我在你的人类世界据典里亲眼看到了吗 还不只是以太 我还看到一个女孩 头发大概这么长吧 是个很可爱的人类嘛 本来打算放过她的 可她一直说我私喘名宅 实在是太吵了呢 那我只好让她安静一点 阿瓦兰蟹瞳孔咒索 立刻就冲了出去 少元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公主俯伤她的脸 你现在回家就能看到问题的答案 希望你回家看到的那副景象 能对你往后的选择有所帮助 深爱的老公居然是隐藏身份的自己死亡 少元在家见到阿瓦兰蟹后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少元连说话声都在颤抖 是灵 不对 阿瓦兰蟹 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以太对吧 你为什么在我们家放了那个 你该不会一开始就是为了利用我 不是这样的 阿瓦兰蟹急得立刻解释 这个不是我故意瞒着你藏起来的 我是想等时机成熟再告诉你 少元你听我说 我真的很害怕你会先我一步离开 因为我真的很爱你 我只是想要永远和你在一起而已 少元愣在原地 脑海里浮现出阿瓦兰蟹曾经说过的话 只要把以太注入人类身体 人类就可以变成长耳 少元的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他缓缓开口 是真的呀 原来你真的想要改变我 阿瓦兰蟹双手颤抖 还想说些什么 少元直接上手就是一巴掌 把阿瓦兰蟹都打懵了 阿瓦兰蟹还没反应过来 又被少元扇了一巴掌 少元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阿瓦兰蟹被打的瘫坐在地上 少元扯过他的衣领 你这个大坏蛋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想瞒着我改变我的人生 这明明是我自己的事 其他人这样也都算了 可是唯独你不能这样对我呀失礼 突然发现老公就是隐藏身份的自己死 这件事对少元的冲击实在太大 虽然阿瓦兰蟹说是真心喜欢自己 但他却想过要用以太把自己变成长耳子 少元狠狠扇了阿瓦兰蟹好几个巴掌几气 但内心还是非常难过 没说几句话就昏了过去 阿瓦兰蟹担心的抱起晕倒的少元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第二天少元从床上惊醒 他看着熟悉的天花板 士林我头好痛啊 家里有药吗 看到身边空荡荡的床 少元才回过神来 对啊 他不是士林 他是阿瓦兰蟹 少元看着手上的戒指沉默了 他下床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从厨柜里拿出泡面准备当午饭 他不由的想起以前 每次自己要吃泡面士林都会堵止他 还会给自己准备很多菜 而现在看着空荡荡的厨房 少元只能叹气 他环顾着整个家 每个地方都有士林留下的痕迹 少元离开家 一个人来到屋顶整理思绪 他尝试变身神秘玫瑰 没想到成功了 光之王国还保留了他神秘玫瑰的力量 王氏也没删除自己的记忆 难道他们忘记了 那这么说来 还是阿瓦兰蟹的事情比较严重了 阿瓦兰蟹那个家伙 少元抱头 怎么不管想什么事情最后都会想到他呀 发现自己老公是隐藏身份后的死敌 少元怎么也想不通 阿瓦兰蟹明明是个那么讨厌的家伙 怎么会是每天温柔给自己做饭的士林呢 而且他还总是对自己说浪漫情话 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是 少元崩溃 他感觉自己记忆错乱了 怎么以前和士林的记忆全都变成阿瓦兰蟹的脸了 少元简直羞耻的要人间蒸发了 自己以前怎么一点都没发现呢 应该有很多次都觉得他很奇怪啊 初次见面的士林明明是臭着一张脸的 那冰冷的眼神完全是对自己不感兴趣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眼神突然变了 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花的小孩子一样 那样的眼神怎么看都不像是假装的 少元一个人孤单又苦恼 他不知道阿瓦兰蟹到底是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有那么一瞬间 少元觉得自己好像听见了明明的声音 如果明明在自己身边 他一定会安慰自己的 可现在他只能对着空无一人的楼梯叹气 明明到底去哪里了 他不是那种会突然失联的人了 现在得赶紧找到明明才行 可是他又不能独自打开剑门进入光之王国 正在少元烦恼时 身后传来艾利克的声音 如果你在烦恼不来太立刻的事情 那我可以帮你 异世界王子隐藏身份后爱上了一个人类女孩 两人相爱顺利步入婚姻的殿堂 这原本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但这份幸福因谎言开始 现在也因谎言戛然而止 阿瓦兰蟹躺在床上死气沉沉 自己隐瞒了暗黑王子的身份与少元恋爱 可没想到少元就是一直阻碍自己的死 光之王国的使者神秘玫瑰 但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对他完全没有生气的感觉 也许这就是少元说的那句 就算外表改变了 你还是你 没错 少元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爱的人 有这个事实就已经足够了 可是自己在少元心里也一样嘛 少元似乎更加珍重不来太立刻 阿瓦兰蟹越想越崩溃 自己可真是个没用的笨蛋 他原本应该守护在岛下的少元身旁 可他却像个胆小鬼一样落荒而逃 因为他真的没有信心 面对少元见到他是失望和厌恶的神情 明明他只是想和少元幸福的生活而已 难道这点心愿都是奢求吗 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呢 是因为自己是王族吗 还是因为自己是少元的死地 又或是自己来自异世界 难道问题的根源只是因为自己的存在吗 阿瓦兰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对着自己的长耳朵举起了刀 只是想和心爱的女孩在一起居然这么困难 难道是因为自己来自异世界吗 阿瓦兰蟹对着自己的长耳朵举起了刀 就在这个瞬间 一束光线射来把刀打飞 阿瓦兰蟹回头看去 是自己的二哥格雷西尔 只见格雷西尔上前扯过他的衣领 阿瓦兰蟹 你挣作一点 惹出那样的事端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的心情 可既然如此 你才更应该想办法解决啊 你现在这样是打算逃避责任吗 如果你真的觉得抱歉想要赎罪的话 你就应该好好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做 然后付出行动 这句话像是抽中了阿瓦兰蟹 他连忙问二哥昨晚他走后还发生了什么 格雷西尔说神秘玫瑰的事是由光之王国处理的 所以并没有告知他们 但是光国说会对神秘玫瑰的妖精处心 听到这里阿瓦兰蟹立马站起了声 语气里充满了紧张 我现在在少园眼里肯定是个可有可无的背叛者 但布莱泰立刻不是 我一定要保护他 我不能再让少园真是的东西因我而被破坏 阿瓦兰蟹说完就冲了出去 看着他奔跑的背影 格雷西尔笑着叹气自言自语 但你还真不适合当个王族呢 不过我真心希望你能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生活 恩爱的夫妻俩居然是隐藏身份的死敌 在他们还不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时候 公主早就调查清楚了一切 直接把两人的相认破坏掉了 就在一切发生的那天晚上 公主把所有侍卫清退后独自和艾利克谈话 还真是意想不到呢 对吧 我本来不打算像这样强制揭穿他们两人的身份 可是谁让他们这么固执呢 我们可以借此机会站到暗非王国头上 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对其无视女王命令私自和人类结婚的事情既往不就 那暗黑王国也只能对我们虎手称臣了 但是在此之前 得让神秘玫瑰放弃阿瓦兰蟹才行 艾利克希斯 现在的神秘玫瑰一定非常伤心 不管是安慰她还是扰乱她的心神 我希望你能让她完全放弃阿瓦兰蟹殿下 虽然这样把神秘玫瑰的事推给你 你可能会不愿意 所以我也不会勉强你 你办得到吗 那是当然的 姐姐 艾利克接过红酒一饮而尽 虽然像他们这样的王族并不会给予什么人绝对幸福 但她却是真心觉得神秘玫瑰很有趣 她很喜欢 所以她也一定会完成姐姐交代的任务 艾利克来人类世界找到少元 神秘玫瑰 我是来告诉你 后来她立刻被判了两项罪名正在等待处决 最好的朋友居然要被王室处刑 少元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晴天霹雳 她着急的上前抓住艾利克王子的衣服 明明她到底是被判了什么罪名居然要被处刑啊 艾利克伸出手笔划 首先 她向公主谎报了有关你的一切 少元震惊 什么 就因为这种事就要被你们判死刑吗 艾利克继续伸出第二根手指 更重要的是 她说的谎造成了你和阿瓦兰蟹殿下无法挽回的伤痛 少元亮呛了一下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艾利克继续说 那天宴会上你和阿瓦兰蟹殿下跑出去后 她回来时的表情仿佛是承受了世间一切绝望 你们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巧合造成的悲剧 只要你不是神秘玫瑰或者阿瓦兰蟹不是暗黑王子 那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不来泰利克扮演好自己的这场悲剧也不会发生 少元一惊 为什么又要怪到明明身上 艾利克确实说 如果他能提早告诉我们你对别人心生爱慕 也许我们早就能发现那人是阿瓦兰蟹了 而且你结婚这么重要的是 他本来就该通知我们了 就是因为他错误的判断才导致了你们的悲剧 少元急得大吼 他都是为了保护我才这么做的 如果要追究责任就冲我一个人来吧 没想到朋友为了帮助自己就要被判租死刑 想要救出他就只能把自己老公让给公主 这该怎么办呢 就在刚才艾利克对少元宣布了王室的判决 听到明明因为隐瞒了自己结婚的事就要被处刑 少元急得都快哭了 他都是为了保护我才这么做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如果要追究责任就冲我一个人来吧 你不是说要帮我吗 拜托你救救明明吧 听到少元恳切地请求艾利克微微一笑 你放心吧 目前还没有百分百确定他会被处刑 虽然母亲同意处刑 但是姐姐说布莱泰利克对你很重要 所以他说只要你愿意帮忙 那他们就会重新讨论对布莱泰利克的处刑 少元惊喜 只要是我可以担当的 不管是什么我都愿意 姐姐希望你能支持他和阿瓦兰谢的婚约 艾利克直接打断了少元的话 事到如今你和阿瓦兰谢殿下的关系 应该已经无法迫进重圆了 你们的真实身份已经被揭穿 就算你们和好了也只会成为彼此的伤痛 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再次变得不幸 与其面对悲剧的再次发生 倒不如你放手 把阿瓦兰谢让给姐姐吧 想要拯救朋友就必须把老公让出去 这个选择也太难了吧 少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艾利克还在继续说 只要你彻底放弃阿瓦兰谢 他肯定就会乖乖遵循自己的义务和姐姐联姻了 不过姐姐也不忍心看到你孤单一人 所以他说你可以在我和布莱泰利克中选一个成为你的伙伴 当然 我知道你肯定和布莱泰利克更亲近 就算不能被你选择 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的愿望 秦米一定要允许我对你的心意 少元听完这段话只想叹起 哎 我真的对你很反感 你们的意图已经明显到让我反胃小兔了 你们以为这样就会让我对你们感恩戴德吗 你们这种优越感简直令人作误 艾利克听完无奈地冷笑了一声 你还真是奇怪 我真的搞不懂你 我们对你有多特别你真的感觉不到吗 你为什么就是这么固执 少元生气 你在说谁奇怪呢 明明你们这些家伙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 艾利克静止走上前 你的一切举动都很奇怪而且矛盾 你反感我们自作主张替你做决定 但是为什么你只对布莱泰利克宽容 他不也是瞒了你八年吗 如果真的要追究也是他犯下的错更严重吧 为什么只有他能得到你的原谅 你自始至终都很矛盾 让我无法理解 可为什么我的视线就是离不开你呢 恩爱的夫妻居然是隐藏身份的死敌 当两人的身份突然被揭穿之后 他们的未来又会如何呢 少元被突然逼近的艾利克吓了一跳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你疯了吧 明明可是和我一起生活了八年的朋友啊 你们怎么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艾利克用以太的魔法恢复自己的伤口 抬头反问 那阿瓦兰歇殿下呢 照你的标准来说 你不是也该原谅身为你伴侣的他吗 少元一时雨色了 艾利克伸出手 你看 你没办法原谅他对吧 遭受这么严重的背叛 不原谅他也是应该的 你闭嘴 少元直接打断他 没错 阿瓦兰歇的确骗了我 我很生气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 我也欺骗了他 我也隐瞒了自己神秘玫瑰的身份 我还对他拳打脚踢 他现在应该很恨我吧 艾利克说 所以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痛苦 只要你把阿瓦兰歇让给姐姐就好了 少元大喊 你以为这种感情是说断就能断的吗 我们欺骗了彼此 可是我们也深爱着彼此 我无法原谅他 可我又很想原谅他 没错 我就是很矛盾 但那又怎么样 此刻在少元的脑海里 过去和士林在一起的画面 像幻灯片一样闪过 最后画面定格在了阿瓦兰歇的脸上 少元紧紧握拳 他是我的 我凭什么要让给公主殿下 他是我的老公 我凭什么要让给别人 王氏居然想让自己把老公让给公主殿下 这可绝对不能同路 少元直接冲向艾利克 虽然我和那家伙吵架了 但不管我是要杀了他还是拥抱的 全部都要等我见到他再做决定 艾利克细死 你不是想要得到我的原谅吗 那你现在就把阿瓦兰歇给我带过来 要是你办不到 你就赶紧把剑门给我打开 然后我做什么你都不准妨碍我 少元真的好霸气 艾利克却突然脸红了 他的心里小鹿乱撞 虽然眼前这个女孩毫不讲了 甚至可以说是粗暴蛮横 可是为什么 他的视线就是离不开他吗 原来他早就已经身陷其中了 不一会儿艾利克打开了剑门 他伸手邀请少元 而少元直接无视了他 从他身边走过 士林 不对 阿瓦兰歇 你别我等着 我现在就去杀了你 而此时另一头的阿瓦兰歇在做什么呢 自从听说光之王国要对布莱太立刻用心 他就立刻赶来准备劫狱 等以为用自己王子的身份可以震慑全场 没想到公主早就料到他回来 还派了侍卫们加强守卫 结果就是连他自己也被拿下 被关进牢房里 阿瓦兰歇都想抽自己了 他简直是个笨蛋 没救出人还把自己搭进来了 要不干脆和公主鱼死网破吧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阿瓦兰歇殿下你怎么在这里 明明是暗黑王子 可他怎么这么搞笑啊 救人不成反而自己被抓进监狱里了 阿瓦兰歇对自己也无语了 身后的布莱太立刻见他来了 兴奋地说 阿瓦兰歇殿下您是来救我的吗 阿瓦兰歇回头自信一笑 不 我也被抓住了 布莱太立刻人都傻了 您怎么会为了我做出这么冲动的事呢 难道您对我 阿瓦兰歇瞪他 不会发生那种事的 你不要做出那样的反应 哎 还真是丢脸啊 不过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你给救出去 你跟我不一样 你已经得到了少元的原谅 布莱太立刻一惊 原谅 那是什么意思 你该不会是吵架了吧 阿瓦兰歇垂头丧气 当然了 虽然我一直说我是为了少元好 可本质上我还是欺骗了他 布莱太立刻也很难过 对不起 我一直以为只要你们相认就一定能圆满的 阿瓦兰歇颓废的作者 如果不是像这种突发情况 如果他能和少元静下来谈谈 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阿瓦兰歇绝望的苦笑 不可能会有那种事的 少元他 连我的存在都感到厌恶 布莱太立刻惊讶地看着面前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王子 居然会为情所困到这个地步 阿瓦兰歇殿下您 您现在是哭了吗 谁能想到冷漠无情的暗黑王子 其实是纯爱战神 吵架后第一次见到老婆就直接落泪了 把大家都惊呆了 就在几分钟前 阿瓦兰歇还在逞强地说 我身为暗黑王国的王子 从小就被教育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隐藏自己的真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绝对不能哭 如果身为王子的我哭了 那王室的权威也会随之崩塌 不过隐藏情绪久了 我甚至不知道多痛苦他会流泪 突然他立刻听着都觉得有点心疼了 就在这时监狱走廊上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明明真的在这里吗 为什么把他关在这种连腰都深不直的地 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少元了 只见少元转过头看向了这边 他激动地跑了过来 明明 这些家伙居然真的把你关起来了 天啊 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他们有让你好好吃饭吗 我来救你的明明 我们回家吧 少元正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 突然听到布莱泰利克身后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 他和布莱泰利克转过头一看 两人都惊呆了 只见阿瓦兰蟹的眼泪狂流不止 少元吓了一跳 他还是第一次见阿瓦兰蟹哭呢 布莱泰利克也看傻了 不是 他几分钟前还在说自己身为王子绝对不哭呢 培利克在身后看到这处场景 刚想寻找监狱门的钥匙开门 谁知少元直接用以太的魔法把门锁弄碎 立刻冲了进去 阿瓦兰蟹 你怎么了 恩爱的夫妻居然是隐藏身份的死敌 当两人突然发现对方的真实身份后 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阿瓦兰蟹从小的心愿就是成为别人心里的第一顺位 因为他不是长子 所以他没法成为妈妈心中的第一位 因为他不够优秀 所以他也不是王国心中王位的第一人选 直到他来到人类世界遇到了少元 他对这个说他很特别的女生一见钟情了 两人也迅速沉入了爱河 阿瓦兰蟹在求婚这件事上犹豫了很久 因为他太害怕被拒绝了 但为了不错过心爱的女孩 这个外表光鲜内心孤独的暗黑王子 终于拿出了准备已久的求婚戒指 你是我人生的第一顺位 所以请你也让我成为你的第一顺位吧 琢磨独一无二的求婚台词 少元也幸福地伸出手 让阿瓦兰蟹为他戴上戒指 从那天开始阿瓦兰蟹不仅得到了爱情 他更高兴自己成为了少元心中的第一顺位 不过这份爱情也伴随着谎言 如今阿瓦兰蟹发现自己和少元居然是死敌关系 他心中痛苦万分 因为自己也隐瞒了真实身份 如果少元要离开他 那也都是他自作自受 即使如此 他还是抱有一丝丝希望 就算少元来找他是为了提出诀别宣言也好 他只希望自己还是少元心中的第一顺位 但当他听到少元是来找不来太立刻回家的时候 阿瓦兰蟹彻底碎了 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 难道少元真的要抛弃自己了吗 当恩爱的夫妻俩发现对方居然是自己死 今天又会发生什么搞笑的事呢 阿瓦兰蟹为了就不来太立刻 结果自己也被抓进监狱里来了 少元来监狱就不来太立刻 但他不知道阿瓦兰蟹也在这 阿瓦兰蟹一看见少元就哭了 把大家都看呆了 少元捏碎了监狱门锁跑到他面前 你怎么哭成这样 发生什么事了 阿瓦兰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 你和布莱太立刻一定要幸福 少元你就把我忘了好好生活吧 少元听得云里雾里 阿瓦兰蟹这家伙在胡说些什么呢 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布莱太立刻和艾立刻 也没搞明白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少元伸出手 双手捧住了阿瓦兰蟹的脸 然后趁其不备像揉面团一样揉的 你刚刚说的那些都不是真心话对吧 你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就给我好好说清楚 阿瓦兰蟹脸红的看着少元 但是不要抛笑我 我希望自己可以永远是你心中的第一位 我想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但是他觉得这么幼稚又难为情的话 他说不出口 于是只能继续逞强撒谎 没想到我们少元可不吃这套 最终阿瓦兰蟹再也藏不住他的感情了 真心话 好啊 我不想跟你分开 我只想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上一秒还在吵架 下一秒就要吻上去了 死敌夫妻俩真是我的快乐源泉 两人发现对方真实身份后 虽然很震惊 但还是深爱着彼此 所以就算吵架也特别搞笑 只见阿瓦兰蟹搂住少元的腰 我错的地方真的是比你多太多了 少元捶他 可你骗了我这么久都没跟我说句对不起 阿瓦兰蟹直接说 对不起 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原谅自己 可你也不能不听我解释就暴怒啊 少元说他哪有暴怒 阿瓦兰蟹翻出陈年旧账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一直都是 你之前说我袭击人类 追了我几天几夜 非要跟我开战 可我都告诉过你了 是因为那个人在虐猫我看不下去才出手 还真是不讲理 少元也不甘示弱 你以为你自己就很讲理吗 你忘记了吗 之前在医院那次 你抢吻了一无所知的我 当时的画面立刻闪现在脑海 阿瓦兰蟹不自觉的脸红了 但从结果来看 我们是夫妻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吧 少元立刻大喊 问题可大了好吗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对士林有多抱歉 虽然现在知道你就是士林了 阿瓦兰蟹认真的说 就算我现在知道你是神秘玫瑰了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闻你一万点 少元的脸更红了 你干嘛突然说这种话 你以为我不敢吗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了 斯迪夫妻两个人吵着吵着 突然要吻上去 完全忘记了在场 还有其他人在 艾立刻甚至变出了一桶爆米花来吃 后来他立刻不小心打了个隔 两人才尴尬的意识到旁边还有人 笑死 这还怎么继续啊 少元脸红的大喊 你们俩怎么站那里那么久都不出声啊 后来他立刻戳戳手指 我一直都很希望你们两个 能静下心来好好谈谈 好不容易你们敞开心扉了 我怎么好意思插嘴了 不过这真是太好 少元你们两个终于和好了 你的心情有变得好一点了吗 少元尴尬地笑笑 并没有 现在感觉更丢脸了 艾立刻在一旁偷笑 不来太立刻你也真是的 刚到精彩的地方呢你就打得了 不过还真是有趣呢 我好像明白人类 为什么都喜欢看狗血偶像去了 不过你们两个沉浸在 破镜重圆的气氛里 好像忘记了我们还有事情没解决吧 虽然你们吵得不可开交 但这些事好像都跟我姐姐有关吧 你们怎么能把我姐姐排除在外呢 不来太立刻听这话很生气 艾立刻王子明明也知道少元结婚的事 还要强迫他嫁给自己 到底在想什么呢 在不来太立刻开口反驳之前 阿瓦兰谢先上前一步拦在了他的面前 你说的没错 确实和他有关 如果我一开始就把一切都说出来 可能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事了 请你直接带我去见公主殿下吧 我们不要再用虚假的身份面对彼此了 请让我了解真实的你了 死敌夫妻终于要和好了 我简直哭死 就在刚刚两人还在监狱里 阿瓦兰谢提出让艾立刻带他去见公主 把一切都说清楚 少元却拦住了他 道歉了艾立刻 我反对这么做 艾立刻不解的问 为什么 难道你不想把这件事早点解决吗 少元紧紧握拳 我当然想啊 可是 少元突然把手指向阿瓦兰谢 你看看这家伙的样子现在有多狼狈啊 从宴会到现在就一直东奔西跑 还被我打了一动 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清醒的和公主谈吗 阿瓦兰谢脸红的低头戳手指 原来少元是在关心他呀 少元抓抓头 不过我也同意必须和公主殿下好好谈谈 但我和明明现在也都很疲倦 所以有什么话我们以后再说吧 后来泰立刻担心的想 虽然少元这个提议很合理 但王子殿下会这么轻易答应吗 谁知艾立刻展露闪亮的笑容 当然可以了 我的神秘玫瑰 什么 居然这么轻易就同意了 直接艾立刻痴痴的看着少元 我这就把他们放了 也会跟姐姐好好说 让你们多一点休息时间 少元直接掠过他 那就好 不过我不是你的神秘玫瑰 阿瓦兰谢行响 当然了 神秘玫瑰是我的 少元在一旁说 阿瓦兰谢 你你 我们快点回家吧 而且我还有好多事要问的 阿瓦兰谢你做好觉悟吧 死敌夫妻两人终于敞开心扉 看着好令人感动啊 两人从异世界回到人类世界后 少元立马变回人类装扮 一回头发现阿瓦兰谢也变成了人类士林的装扮 少元对他说 你不用变成那个样子了 你看看我 这就是我原本的样子 平凡的人类正少元 所以我这样出现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你真正的样子不是那样吧 虽然你总是把嘲讽挂在嘴边 整天一副傲慢的神情 有时还经常做出让人不知所措的行为 不过认真了解就会发现你内心的脆弱 虽然我们认识了很久 但我却不是百分百了解真实人 所以请你告诉我 不是那个捏造出来的士林 真实的你是什么样的吗 阿瓦兰谢心脏扑通扑通 他很害怕少元不接受真实的他 因为他一直幼稚的想让别人认同自己 阿瓦兰谢低头不敢看少元 我怕你会看不起我 只有你 我不想被你讨厌 见阿瓦兰谢内心如此挣扎 少元主动开口 你好 我的名字是郑少元 今年25岁 生日是12月15日 虽然你已经知道了 不过可以请你再听一次吗 关于我的事 我走在路上如果发现天空很美 就会停下来看天空 我喜欢在那一刻发现你也在用同样的表情看我 虽然我是冬天出生的 但却非常怕老 所以我也喜欢把手放进你的大衣口袋 我们逛街看到同一件东西时 同时脱口而出好漂亮的那一瞬间我也很珍惜 其实我是觉得做饭很麻烦 但想好好表现给你看 所以每次我都很匀心 你呢 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阿瓦兰蟹的心脏越跳越快 最终他下定了决心 我是阿瓦兰蟹 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 两个死敌隐藏身份后居然深深爱上对方 虽然身份刚暴露的时候两人大吵了一架 不过最终还是和好如初 今天又会发生什么搞笑的事呢 回到人类世界后的夫妻俩买了麦当当回家吃 阿瓦兰蟹把自己来到人类世界后的所有经历全都告诉了少元 包括他爱上少元的心路历程 少元也一直静静的听着非常平静的听着 你真的因为我的一句话就爱上我了吗 少元一边吃汉堡一边问 阿瓦兰蟹毫不犹豫的回答 当然是真的了 不过准确来说 是随着相处后我对你越来越着迷 而且虽然对你来说可能是客套话 但当时你的那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救赎 谢谢你少元 我一直都很想告诉你这件事 少元突然有点汗流加倍了 我很感谢你真的说 但我当时会说你特别是因为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后来他立刻也在旁边为少元捏了把汗 少元支支吾吾的说 其实吧 我说你特别是因为你那时候很讨人厌 就是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 而且你听了那句话以后眼神都变了 我差点以为你是什么新型变态 不过你还是很特别很重要的人 总之 我当时随口说的一句话 却被你赋予这么大的意义 我真的很抱歉 阿瓦兰蟹不在意的摆摆手 这没什么啦 我刚刚不是说重要的是 我们相处后我对你更着迷吗 不过你这样说就让我很好奇了 听你的描述我当时真的是个很讨厌的男人吧 那你为什么会决定跟我结婚呢 死敌夫妻和好后的日常也是甜蜜又搞笑了 阿瓦兰蟹问少元 你为什么会决定跟我结婚呢 后来他立刻也凑了过来 两人兴致勃勃地等待着少元的答案 少元支支吾吾的说 就 我也不可能一直讨厌你啊 你后来对我那么好 我就渐渐对你产生好感了呀 阿瓦兰蟹调笑着问 真的只有这样吗 你印象有那么容易改变吗 后来他立刻也追问 我也很好奇啊 老实说我还以为你背下了什么幻觉魔法呢 阿瓦兰蟹戳戳他 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卑鄙的事 我们可是纯爱 少元一口汉堡咽住 脸都红透了 你干嘛一直问啊 就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一开始你就很符合我的理想性 所以就有点心动了 本来还以为你的性格有点奇怪 没想到后来你变得那么温柔又对我特别好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 阿瓦兰蟹也脸红了 意思是你觉得我很帅吗 少元反驳 你这样说显得我很肤浅嘞 是因为你对我很好 我才对你产生好感呢 阿瓦兰蟹凑近少元 所以我是你的理想型 对吗 少元害羞极了 嘴上还要逞强 还不是你呢 是士林 阿瓦兰蟹直指自己 士林不就是我吗 少元感觉自己完全被阿瓦兰蟹拿捏住 你这家伙真是的 没错 你很厉害 长得也很帅 这样行了吧 阿瓦兰蟹扑了上来 我没听清楚你说的什么 你再说一遍吧 看到死敌夫妻俩终于解开心结和好 布莱泰立克心里高兴极了 真是太好了 少元 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幕 不过看你们撒了这么多狗粮 我的胃实在是有点难受呢 少元抱起他 是因为你太累了才会难受了 布莱泰立克点点头 监狱里的地板太硬了 我这几天都没睡好 少元心疼地看着他 把他抱去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等布莱泰立克睡着后 少元和阿瓦兰蟹在客厅里固盘 虽然布莱泰立克说自己没什么 但光之王国对他施了鞭刑又奸进 想必肯定是不好受的 少元为布莱泰立克打抱不平 他肯定已经是习惯了 被这样对待他说没事的 那些家伙居然把他拔得全身是少 少元靠在阿瓦兰蟹腿上 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阿瓦兰蟹轻声安慰他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和布莱泰立克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王子 不管用什么办法花多少时间 我都不会让你们受到王国的威胁 少元静静地听着 说到时间 其实他心里一直存有一个疑惑 他伸手拉了拉阿瓦兰蟹的一脚 说起来 你今年到底几岁了呀 之前我们吵架的时候 你藏在书房里的乙态被我发现了 你说过那是为了让我和你永远在一起 要把我变成长尔族而攒起来的乙态吧 但你却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我的时间真的就这么短吗 短到让你必须瞒着我进行这么重大的击 我说了我的年龄你可千万别下着呀 我今年大概是135岁吧 少元一整个大震惊 虽然他有做心理准备 但却110岁的年龄差 还是让他吓了一大跳 就在刚刚少元问阿瓦兰蟹 你之前也说过 人类脆弱又容易生病 最多也只能活百年 其实光之王国的人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他们表面上装作关心 实际上只是在贬低我 但我却从你的话中感受到了痛苦和惋惜 其实我去王国也是为了要找你算长 就明明是顺带之举 但一在监狱里看到你哭我就什么都忘了 连生气的念头都没有了 看来我比自己想的还要爱你啊 不过既然我决定跟你在一起 寿命的问题就是必须要面对了 所以我想搞清楚 我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才会让你下定决心改变我 阿瓦兰蟹支支吾吾的开口 好吧 你会好奇也很正常 这也是我来到人类世界后最惊讶的部分 我担心我说出来吓到你 少元皱眉 所以你到底几岁了 阿瓦兰蟹戳戳脸 就大概135岁了 少元脑子里的马达都要撞坏了 那 那你大概还能活多久 阿瓦兰蟹尴尬的回答 大概500年吧 少元震惊的都说不出话了 阿瓦兰蟹着急的解释 其实我们只是寿命很长而已 成长阶段还是和人类差不多的 你换算成我们的年龄也是差不多130岁 少元 我知道你也许会对这件事很抗拒 但既然我们都决定对彼此坦诚了 那我就再正式问你一次 少元 我想和你共度余生 你愿意借助以太的力量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和我一样长吗 丈夫和妻子的年龄相差110岁 只因两人来自不同世界 寿命相差好几百年 阿瓦兰蟹认真的牵起少元的手 少元 我想和你共度余生 你愿意借助以太的力量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和我一样长吗 少元有些沉默 如果她是童话故事里期待爱情的女主角 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然后投入爱人的怀抱 以Happy Ending作为童话的结尾 但现实却不会那么美好 因为她所认识的异世界那群人 都是高傲伪善的家伙 甚至会拿她的人类身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充满这些人的世界 自己真的能只靠爱情撑下去吗 如果撑到最后倦怠了 她和阿瓦兰蟹又该怎么办呢 少元缓缓开口 抱歉 阿瓦兰蟹 我真的很害怕 如果我也变成了长耳族 我们在人类世界会因为太过长寿而被当作一类 而如果要去王国生活 说不定他们也会把突然变成长耳族的我当作一类 阿瓦兰蟹温柔的一笑 没关系 我能理解她 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能让我变成人类呢 少元激动的站了起来 不可以 人类顶多只能活百年 怎么可以因为我就让你的寿命减少一大半呢 阿瓦兰蟹把少元拥入怀中 你不用这么害怕 因为有我在啊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一定能解决困难了 当异世界王子爱上人类少女会发生什么 即使两人的寿命不同 他们也决定一起面对未来的困难 阿瓦兰蟹抱着少元 温柔的说着自己的故事 当年他刚刚来到人类世界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人类和长耳族的不同 人类的寿命最多也不过百年 在人类世界里44岁的中年人 在长耳族那里只不过是几岁小孩的程度 阿瓦兰蟹本来觉得这些事情都与他无关 直到他遇见了少元 随着两人的相处 他对少元的爱越来越深 也越来越担心过不了百年后 少元就会永远离开他 阿瓦兰蟹轻轻搂着少元说 抱歉 我这样简直就像是个怕被丢下的小孩吧 少元拍拍他 我理解你 我以前养的猫回去喵心的时候 我也哭了很久 但你既然都决定跟我结婚了 就应该早点和我说阿瓦兰蟹叹了口气 这件事我也有自己的考量 我是三王子 我上面还有两个更优秀的哥哥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受到关注 你想想看啊 如果我说 虽然我是个毫无地位的三王子 但还是请你跟我结婚吧 有人会因为听到这些话感动吗 但是如果我说 我是支配暗黑王国的主人阿瓦兰蟹 你愿意成为我的王妃吗 这样说一定更帅吗 少元被阿瓦兰蟹逗笑了 听起来很酷啊 如果真的遇上了那种求婚 我说不定也会马上答应吧 两人幸福的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幻想 阿瓦兰蟹认真的看着少元 我想说的话已经都对你说了 现在对我来说 不管是王位 名誉 甚至是寿命 全些都不重要了 对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已经都在你身上夺到了 你幸福的微笑 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都是我觉得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请允许我再向你求一次婚 我愿意把余生全都献给你 所以也请你把你剩下的时间都给我吧 自己的爱人和死敌居然是同一个人 阿瓦兰蟹觉得这一定会成为他此生最难忘的回忆 他紧紧拥抱着少元 两人沉浸在夫妻的甜蜜时光里 而此时隔壁房间的布莱泰利克正在做梦 梦里的布莱泰利克看到夫妻俩站在一起 他高兴极了 因为他一直在撮合两人赶快相认和好 只见梦里的少元和阿瓦兰蟹表情怪异 阿瓦兰蟹摘下了戒指 我们两个好好聊过之后觉得八字不合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 阿瓦兰蟹说着便拿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了 布莱泰利克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少元说 不用担心了 我才想要拒绝他呢 我要去找个会乖乖听我话像狗狗一样的奶奶 比如说像我们家艾利克一样 布莱泰利克简直惊呆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下一秒他就从梦中惊醒了 原来是做噩梦了呀 还好不是真的 这时阿瓦兰蟹正敲门进来 布莱泰利克被吓了一跳 阿瓦兰蟹温柔地说 你终于醒了呀 少元都担心你一整晚了 你看起来没事真是太好了 快点起来吧 要好好吃饭才能恢复得快 布莱泰利克瞬间眼泪汪汪 还好刚刚那只是个梦啊 不过虽然早就听过少元说士林处义卓卷 但真正看到阿瓦兰蟹这副家庭主妇的样子 还真是难以置信啊 布莱泰利克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违和 阿瓦兰蟹扑斥一笑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用阿瓦兰蟹的样子做法 毕竟李士林是个连围裙都很搭的一本新王 但我似乎不是很适合的 不过我已经决定了 在少元面前我要用最真实的样子活着 正当死敌夫妻俩沉浸在甜蜜的二人世界 没想到公主殿下突然驾到 公主到底有什么阴谋呢 就在刚刚 阿瓦兰蟹和布莱泰利克正在谈心 阿瓦兰蟹说 我已经决定了 在少元面前我要用最真实的样子活着 我发誓不再追逐那些只会让他痛苦的语语 在我们仅剩的时间里直到生命的终点 我都要只为了他而活 身为王族 这样的我很失格吧 布莱泰利克点点头 阿瓦兰蟹嘟嘴 你回答的也太果断了吧 布莱泰利克笑笑 不过我很喜欢这样的阿瓦兰蟹殿下 我是一只动物 我们一族永远都要对自己的主人摇为起 为了能够掌控我们 王族总是教育我们对王室保持忠诚 不过很不凑强 我心里的主人不是王族 而是少元 所以我也会追随对少元来说最重要的阿瓦兰蟹殿下 阿瓦兰蟹开心极了 准备给布莱泰利克加餐 聊着聊着两人突然发现少元还没起床 布莱泰利克主动想去叫醒他 没想到突然被一双手抓住了 不但不让你休息 连照顾老婆的这种小事都让你去做 你的新主人还真是不关心你呢 没经过我的允许就擅自跑出来 看来你已经完全背叛我这个前主人了呀 死敌夫妻俩刚回到人类世界享受片刻温馨 没想到公主殿下直接找到家里来了 公主的突然到来把布莱泰利克吓了一跳 只能一个劲地道歉 只见阿瓦兰蟹立刻过来挡在布莱泰利克身前 公主殿下还真是无礼呢 我又没发请帖给你 你不请自然是想做些什么 看来你很急吗 公主殿下微微一笑 哎呀 你在说什么呢 我来我大臣的家里 还需要什么请帖吗 对了 你把我的大臣藏哪儿去了 连我这个君主来了还不见踪眼 布莱泰利克害怕地躲在阿瓦兰蟹身后 不用担心 不管是你还是少元我都会守护到底 公主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破绽 她笑呵呵地说 真讨厌呐 这样说的好像我是侵略者一样 我只是来找我的未婚夫暗黑王国的王子殿下阿瓦兰蟹 可是王子殿下跑哪儿去了 为什么有个打杂的挡在我面前呢 看来我是找错地方了呀 不过我也不想和一个挥舞厨具而不是见的王子说话 不如还是找神秘玫瑰谈谈吧 神秘玫瑰怎么还躲着不出来呢 你为什么觉得我在自己家还要躲起来 少元从房间走出 生气地看向公主 看来你真的很急啊 居然还亲自跑到我这小房子里来了 公主转头看向她 你们夫妻俩说的话都一样吗 搞砸了我的宴会还没向我请罪 后脸皮也要有个限度吗 公主一生气居然直接把屋子给炸了 死敌夫妻俩这下该怎么办 就在刚刚几人对峙的时候 公主将一切错误都推给少元 过来她立刻忍不住生气的大喊 公主殿下请不要乱说 搞砸了一切的明明是您自己 阿瓦兰蟹殿下本就打算向少元坦白真相 让一切圆满解决 都是因为您刻意揭穿他们 公主看向布莱泰立刻的眼神十分犀利 你给我闭嘴 布莱泰立刻 一切圆满解决 你说的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而已吧 你完全没考虑到王国的立场不是吗 不过我也可以理解你 对于你这种只会围着主人转的畜生来说 其他事或许都太难懂了 布莱泰立刻被公主殿下刻薄地画下了一条 颤抖地躲到了阿瓦兰蟹身后 阿瓦兰蟹伸出手摸摸布莱泰立刻的头 够了 公主殿下布莱泰立刻跟我们的事情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就行了 公主也直截了当地开口 现在两国的乙泰都严重缺乏 联姻才是能让局势稳定下来的正确方法 可阿瓦兰蟹居然要抛下王国去追求自己的性格 公主觉得阿瓦兰蟹简直太自私了 但阿瓦兰蟹却不这么觉得 光之王国和暗黑王国都认为没有乙泰就活不下去 所以才要在人类身上收集乙泰 明明这么依赖人类 却还是不知感恩地排斥人类看不起人类 这样的国家就算是灭亡都算便宜他们了 公主静静地听着阿瓦兰蟹的话 只见他表情突然变得很硬 阿瓦兰蟹立刻警觉 回过头大 布莱泰立刻 赶快带少园出去 布莱泰立刻张开翅膀带着少园飞出窗外 少园在空中惊讶地看到 自己家就在一瞬间爆炸 眼睁睁看着自己房子爆炸是一种什么体验 没想到公主殿下居然会失控到这种地步 少园担心地大声喊着阿瓦兰蟹的名字 布莱泰立刻赶紧安慰他 阿瓦兰蟹殿下没事的 我刚刚看见他设置防护罩了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只要去人多的地方就好了 人多的话公主殿下就不敢轻易对我们出手了 而此时的家中 阿瓦兰蟹解开了防护罩 家中一片烟尘 阿瓦兰蟹心想 布莱泰立刻肯定会把少园带去人多的地方 毕竟公主肯定也不想被人类发现身份 到了人多的地方就会安全了 谁知公主此时已经情绪失控 他直接掠过了阿瓦兰蟹 一脚踩上窗台 就这么跳了下去 只见公主张开了翅膀直奔少园 阿瓦兰蟹担心地大喊着少园的名字 布莱泰立刻也紧急加快飞行的速度 少园害怕地回过头 公主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少园在心里默念咒语决定变身成神秘玫瑰 没想到咒语怎么念都不起作用 公主在身后变出少园的玫瑰 你把我当成笨蛋了吗 神秘玫瑰 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还让你变身呢 公主一把捏碎了玫瑰 对着少园就开始施展魔法 与这个低贱的人类 是时候该让你付出代价 消失吧 公主情绪失控竟然想直接杀了少园 阿瓦兰蟹也焦急地向少园飞去 但有个身影比他更快 只见艾力克伸手张开结界挡在少园身前 公主一脸的震惊 没想到连亲弟弟都要和他作对 艾力克认真地对他说 姐姐请你冷静一点 我比谁都清楚你的愤怒 可是你这么做只会让情况更恶化呀 姐姐你明明是那么聪明机智有教养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冷静地做出合理的判断 我从小就很尊敬这样的姐姐 没想到你现在居然会被愤怒冲昏头 这一点都不像你啊 此刻的公主已经没办法正常思考了 看来你也不是很懂我了 我从来都没做出过什么合理的行动 我只是一直在忍耐而已 阿瓦兰蟹 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 因为你跟我一样 你是三王子 而我是二公子 我们都是王族的备用选项罢了 我从小就被叮嘱要辅佐妈妈和姐姐 不管多努力都无法获得比姐姐更多的认点 即使这样我也都忍下来了 因为我一直相信 一定会有一件事能让我不作为姐姐的备用选项 一定会有一件事是只有我能办到的 所以当他们丝毫不考虑我的意见就定下联姻的时候 我也忍下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任务 我一忍再忍 忍了又忍 我觉得只要你和神秘玫瑰能想通就好 可是连我派去拆散你们的弟弟也向你们捣了 还肆意放走了布莱泰利克 我才发现原来根本没人能帮我 这种事情接二连三 我再也不想忍下去了 没想到公主殿下真的黑化了 他什么都不顾 发了疯一样像死敌夫妻俩出招 少元被阿瓦兰蟹抱在空中 心里也是忐忑不已 他现在不能变身神秘玫瑰 到底怎么做才能帮到阿瓦兰蟹呢 看着魔法划破阿瓦兰蟹的脸庞 在鲜红飞溅的一瞬间 少元彻底不能冷静了 你快点给我助手 少元丢下了布莱泰利克 挣脱了阿瓦兰蟹的怀抱 直直地扑向了空中的公主 阿瓦兰蟹和布莱泰利克都呆住 艾利克却是眼貌爱心 崇拜地看着少元 只见少元紧紧地抱住了公主不撒手 公主狠狠咬牙 神秘玫瑰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真的想掉下去吗 少元大声地喊 吵死了 你懂什么 就算是备用选项又怎么样 你知道备用选项有多可靠吗 如果突然受伤住院 在最无助的时候想起还有一份备用保险 你知道那会有多让人安心吗 你这个都不给我人生投保的家伙 为什么要对阿瓦兰蟹拳脚相向 公主愣了一瞬 就在这愣住的一瞬间 阿瓦兰蟹飞到了他身后 你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这种人吧 我也是 所以我才选择了他 阿瓦兰蟹向公主使出魔法 公主扔下少元一跃到了空中 后来泰利克见状赶紧飞了过去 总算是接住了少元 你以为用这种手段就能甩掉我吗 公主不死心地施展魔法 却没发现艾利克已经来到了自己身后 姐姐 对不住了 请你暂时待在这里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一下 笑死我了 死敌夫妻俩又甜甜蜜蜜 忘记在场还有别人了 真的是为了一嘴狗粮 就在刚刚 艾利克用魔法牢笼将公主关了起来 大家都跟着阿瓦兰蟹来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 因为这里平时没人 不会引人注意 只见阿瓦兰蟹轻轻地把少元放下地 还用魔法变出一双鞋子 少元开心地抬头感谢 谢谢啊 我本来还在担心光脚踩在地上怎么办呢 话还没说完阿瓦兰蟹就紧紧抱住了他 你刚刚为什么扑出去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我感觉心脏都要停了 少元在阿瓦兰蟹的怀里感到十分安心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不过因为你的指挥 我们都全身而退了呀 真不愧是我们的暗黑贵公子 阿瓦兰蟹轻轻吻上少元的额头 你要答应我以后都不准做这样冲动的事了 少元抬起头认真地说 虽然我很想答应你 但我还是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公主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不是吗 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分担 而一旁的艾利克站出来反对 不对 神秘玫瑰 对现在的你来说什么都不做才是明智之举 你现在不是不能变身战斗吗 你就安心和布莱泰立克待在一起好了 如果我又不小心把你弄丢了的话 那我真的 阿瓦兰蟹根本不想听他说完 直接转身抱起少元就走 现场的气氛尴尬又好笑 少元有些脸红啊 虽然你这样很可爱 但别这么神经质嘛 我也没说要以人类身份战斗啊 只要找到办法让我再次变身神秘玫瑰 我就能跟你一起战斗了 阿瓦兰蟹 请把我变成你的神秘玫瑰吧 公主黑化后把少元当作敌人 收回了给他的魔法 那少元到底该怎么再次变身神秘玫瑰呢 过来太立刻思考着 其实是可以的 身为光之王国王子的艾利克西斯殿下在这里 只要和殿下重新缔结契约就可以变身了 可是少元你真的还想变身吗 虽然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很奇怪 毕竟是我把你拉入这个世界的嘛 你突然被夺走了神秘玫瑰的力量 可往好处想 这也正好摆脱了王国的束缚 你真的要再次变身再回到王族的争斗漩涡吗 少元听到微微一笑 没关系的 明明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成为神秘玫瑰 在身为神秘玫瑰的这段冒险时光 我拥有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这可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呢 不过 我也确实是想和他们断得一干二净的 少元转头瞪向艾利克 艾利克突然躺枪 他不好意思的说 可是如果我没得到许可 我是不能擅自把你变回神秘玫瑰的 少元自信一笑 艾利克西斯殿下 在场的王子可不是只有你一高 一直以来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我现在决定要转阵营了 阿瓦兰谢 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 我也想跟你一起战斗 和你一起生活的日子 能一起做的事我都会陪你鸿干共鸿 所以 请你把我变成你的神秘玫瑰吧 看到死敌夫妻俩是那么的相爱 艾利克也放下了心结 不再执着于少元了 毕竟他们这么恩爱 还有谁能拆散他们呢 只见阿瓦兰谢牵起少元的手十指紧扣 少元不禁问 话说你知道把我变身的方法吗 听说你们王国从来都没有过这种事 阿瓦兰谢温柔一笑 虽然是史无前例 不过我还是知道方法的 以太拥有希望的力量 所以只要保持着希望 想着我所期盼的神秘玫瑰的样子就好了 随着巨大的法阵在两人脚下站开 以太的光辉也缓缓包围着两人 地旁的艾利克无力的跪坐在地上 唉 我现在的心情有点奇怪了 这就是人类说的被甩了的感觉吗 过来泰利克皱眉 啊 可是人家都结婚了 你在说什么呢 艾利克叹了口气 我是真的喜欢过神秘玫瑰 虽然也不是想跟他有什么进一步的关系 他对我来说 是超越爱慕和敬意 是有着巨大冲击一般的存在 他今天在想什么呢 在做什么呢 人类都是他那样的吗 我会一直想观察他那闪亮的木 过来泰利克看向他 你知道少园很讨厌王族这样吗 艾利克笑了笑 我当然知道 但我就是改不了了 不过经过这次的事情 我真的有所领悟 原来我真的没办法介入他们两位 正当死敌夫妻俩施展以太的变身魔法时 公主也察觉到了以太的气息 只见他伸出手掰弯了困住他的牢笼 阿瓦兰蟹 神秘玫瑰 你们还真是每次都会出乎我的意料呢 没想到公主这么轻易就逃出来了 他到底想做什么 就在刚刚 阿瓦兰蟹正尝试把少园变成神秘玫瑰 一旁的艾利克和布莱泰利克也为他们加油 少园在这个熟悉的法阵中 不禁回想起他第一次经历这个魔法的场景 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光之王国见到公主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他对这个新世界好奇又担心 很害怕会说错话让公主不高兴 可是公主却温柔地牵起他的手 缓缓地将魔法传递给他 少园担心地问 这么重要的是真的可以交给我这个人类吗 公主微微一笑 没关系的 布莱泰利克不是很坦率地邀请了你吗 光是这点就很难得了 当时的少园就没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再次回想起这段记忆 少园还是不明白 公主说的坦率和难得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就在少园思考的时候 以泰的魔法已经起效 闪亮的魔法光环瞬间包裹了两人 只见熟悉的飘逸红发侠 适合从前完全不同的装扮 超级美丽 是全新的神秘玫瑰啊 斯迪夫妻这集甜度超标了呀 阿瓦兰蟹居然给少园变出了一套自己的情侣装 随着以泰的光芒乍现 神秘玫瑰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布莱泰利克和艾利克都被惊艳到了 少园兴奇地看着自己身上的装扮 转头问阿瓦兰蟹 好神奇啊 这是你的理想型吗 阿瓦兰蟹瞬间脸红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着要成为你的力量 绝对不是想看你穿这样的衣服 布莱泰利克趴在阿瓦兰蟹身后悠悠地说 对啊对啊 这应该不是他的理想型 阿瓦兰蟹自信回口 我的好朋友布莱泰利克呀 果然还是你理解我呀 只见布莱泰利克黑黑一笑 比起说是理想型 那个颜色和花纹 不是都和他自己的衣服很像吗 这根本是情侣装吗 阿瓦兰蟹瞬间傲娇 我只是觉得这样会很适合少园啊 你这家伙今晚只有饲料可以吃了 艾利克在一旁感叹 真是太神奇了呀 神秘玫瑰 老实说 我们也对以泰的力量没什么研究 原来光是用心愿就可以产生这么神奇的魔法呀 少园汉炎 没什么研究 你们对自己在使用的力量一点都不好奇吗 就是这样才会完蛋吧 艾利克开心地直指自己 对啊 你也和我缔结契约吧 让我也试试看创造出一个新的神秘玫瑰好不好 看到公主黑化癫狂的样子 少园觉得以暴制暴是没用的 必须要找到公主破防的真正原因 可那到底是什么呢 死敌夫妻成功缔结契约后 大家看到少园新的变身装弹都被惊艳到了 艾利克在旁边扎拔着星星 神秘玫瑰你也跟我缔结契约吧 我真的很好奇你接收到我的心愿力量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话都没说完 阿瓦兰谢和布莱泰利克就双双回头瞪着他 绝对不可以 三个男人打成一团 少园却是在艾利克说的话中 回想起第一次和公主缔结契约变身的场景 那时公主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他称赞着少园 你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一样自由奔放 很帅气呢 少园看着公主房间里到处装点玫瑰花 决定就以神秘玫瑰作为自己的代号 少园回忆着往事陷入沉思 如果说变身是因为施展魔法的人内心的心愿力量 那公主在把他变成神秘玫瑰的时候 心里又是在期盼着什么呢 正在少园思考之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公主抬头看着少园 你这身装扮 看来已经是完全背叛我们呀 但不得不说 的确是很适合你呢 少园回头看着突然到来的公主 公主殿下你现在的打扮也比平常穿礼服是好看很多呢 公主轻烈一笑 谢谢你的夸奖 但是到如今 你以为还能用这种趾高气昂的口气跟我和解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一决胜负吧 魔法界公主居然和凡人少女打起来了 这下到底谁会胜利呢 公主狠狠盯着少园要和他一决胜负 阿瓦兰谢立刻拦在少园身前怕他受伤 而此时的少园已经大致推测出了公主破防的原因 他放下了阿瓦兰谢的手走到公主面前 公主殿下请你不要拿我出气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或是想做的事 那就用行动去自己实现 而不是把气出在别人身上 公主一听就炸了 直接抓起少园的衣领就想出拳打他 这个人类竟然敢 少园低头躲过公主的拳头 踩腿就是一个飞踢 这不是出气是啥 你仔细想想自己说过的话 难道不是在抱怨我一直都在忍耐 他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 那种行为看起来根本就是劫 公主被打得节节败退 他狠狠咬牙 神秘玫瑰 你这家伙活的年龄都没到我苦恼的岁月一半 区区一个下贱的人类根本就无法想象我的处境 少用那种幼稚的词语来定义我数十年的烦恼 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 却还是要抢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凭什么还敢这么傲慢地跟我说话 少园也狠狠反驳 抢走 我抢走什么了 你该不会是指阿瓦兰蟹吧 别搞笑了 他什么时候是你的 公主和少园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一旁的三人赶紧来劝家 阿瓦兰蟹试图让两人住手 却被少园和公主一口同声喊了一句闭嘴 阿瓦兰蟹瞬间呆了 公主出手狠狠捏着少园的脸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都是你毁了我理想又正确的未来 如果你自己想要什么就老实说出来 而不是把气撒在别人身上 这次少园可真的是拿捏到公主了 两人刚才大战一番 让少园更加看透了公主生气的原因 他自信地笑道 我终于知道了 是因为你这个作为联姻牺牲品 而受到同情的公主地位被动了 纷纷不平对吧 让我来猜猜你最初的想法 如果没办法得到认同 那至少也应该得到同情吧 这不是刚好有一个处境一样的王子阿瓦兰蟹吗 可是怎么办呢 那个本该赞同你的阿瓦兰蟹却找到了我 我们不会像你一样 只能选择背负着责任痛苦的过完这一生 公主狠狠掐着少园的脖子 你不懂 根本不懂我的处境 少园反手抓住了他的手反抗 对 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只是把想到的说出来而已 你觉得我说的这些话很烦 不愿意听对吧 那你就自己说出来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政治联姻吗 那你想做什么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就好好说出来 你想要的应该不是王国的和平 更不会是阿瓦兰蟹 安洁丽杰 你想要什么就老实说出来 公主放手大吼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直以来都是听从指示活过来的 你也很清楚吗 我一点都不想和阿瓦兰蟹结婚 虽然是为了王国好 但我为什么非得跟那种男人结婚 可我就是没有想做的事 那为了王国而活不就是第一选择吗 这有什么不好 这是最正确的道路 公主将少园推倒在地 你那么厉害的话就教教我呀 绝对正确又能幸福的道路到底是哪条 没想到外人眼里众星捧月的王室公主 从小就被POA到没了自我 身为光之王国的公主 安洁丽杰从小就背负着联姻的使命 王室用甜言蜜语包装着联姻的好处 还罗列了很多贵族少爷让他选择 但是安洁丽杰心里明白 说是选择 但他其实根本没得选 他们从一开始就没给他选择自己想做什么的权利 甚至因为王室的压迫教育 让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所有人都劝他为了王室的利益去联姻 他也只能自我洗脑说这个选择是对的是光荣的 因为如果不这样欺骗自己 他就真的撑不下去了 他没有自己想做的事 没有任何成就 接受联姻 至少能让世人铭记 曾经有这样一位可怜的公主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一直以来他都是这样自我洗脑过来的 直到少园的出现彻底撕碎了这一切 安杰丽杰曾经认为 少园只是个在平凡不过的人类 寿命很短 想法单纯 行为举止又很轻苦 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凭着这股单纯 在瞬间就把自己数十年来的烦恼撕的粉碎 这样的她 是不是可以帮自己找到真正想做的事呢 安杰丽杰把少园紧紧压住 你来告诉我呀 我到底做什么才是对的 少园努力挣托着双手 反手抓住安杰丽杰的胳膊 把头撞了上去 这种事为什么要来问我啊 死敌夫妻俩一起施展魔法的样子好热血 看得我好感动啊 就在刚刚公主狠狠地把少园压在地上 想让她告诉自己怎么找到人生目标 少园都被弄得无语了 她狠狠撞上公主的头 站起来生气地说 这难道是你们查尔族的通病吗 为什么都要来问我这个只活了二十多年的人类啊 你自己人生的道路自己找 不管你是去看书还是去学校学习都可以 你们这些人都活了一百多年了 这种事就应该自己解决啊 因为刚刚撞到头 少园现在也有点头晕目眩 眼貌惊心地倒在了阿瓦兰蟹的怀里 公主缓缓站起 咬牙看着少园 神秘玫瑰 你竟然这么不负责任 看着公主想要再次施展魔法 阿瓦兰蟹也开始召唤以太对少园说 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的 我们还是给她一记重击吧 你还记得吗 我们俩都用过的那个 两人相视一笑 我们还是第一次一起用这招呢 只见正在抓狂的公主被魔法宝袋缠住 少园开始召唤瀑布 安洁丽劫你接招吧 宫中瞬间出现一个巨大的水球 妈呀 怎么这么大一个 少园和阿瓦兰蟹也看傻了 之前召唤的明明没这么大呀 一旁的艾利克吓得赶紧变出节节挡水 后来泰利克分析道 因为以前公主传递给少园的能量很少 但是阿瓦兰蟹给少园传递的能量是很多的 所以少园的魔法力量也变强了 超巨大的水球变成一道大瀑布砸了下来 给公主来了个物理镇定 公主躺在水里愣愣地望着天空 少园向她伸出手 怎么样 安洁丽劫 你头脑稍微冷静一点吗 公主也终于放下心结祝福死敌夫妻俩 出发去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了 淋了水之后公主果然清醒很多 她和少园两人面对面坐着 阿瓦兰蟹仔细地帮少园擦干头了 艾利克也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姐姐披上 公主看了眼艾利克 又看了看死敌夫妻俩 只见她深吸一口气 站起来说 神秘玫瑰 阿瓦兰蟹 这段时间以来真是抱歉了 看着公主对自己鞠躬 夫妻俩和布莱泰立克都惊呆了 没想到公主殿下真的向他们道歉了 公主很不好意思地说 明明我从小就很讨厌大家对我道德绑架 结果我却对你们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夫妻俩看了看彼此 也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了公主 对于隐瞒结婚的事他们俩也很抱歉 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欺骗 公主一笑 没关系 看着你们不知道彼此身份每天打打闹闹的样子 挺有趣的 按照人类世界的说法 应该就是扯平了吧 公主为什么这么早就发现了他们俩的真实身份呢 原来都是爱丽克这个大漏勺 爱丽克知道少元结婚之后就马上和公主会报 而公主也立刻展开调查发现了真相 公主还说隐瞒这件事布莱泰立克也有责任 所以也要受到惩罚 少元一听就急着为布莱泰立克辩解 只见公主缓缓开头 我就借此机会下达处分了 布莱泰立克已被放逐了 看你以后是要跟着这对笨蛋夫妻 还是要去别的地方 都随便你 大家听到这句话都震惊了 公主这是已经认同死敌夫妻俩了吗 这是真的吗 公主脸上浮起一丝红韵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们也该听懂了吧 对 我已经认同你们了 所以你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 非要让人说这么清楚 也真是的 夫妻俩相识一笑 经历了这么多总算是把问题都解决了 真是太好了 公主看他们这么高兴的样子莫名有些不说 我又不是你们爸妈 得到我的认同有必要这么开心吗 还是想想暗黑女王知道这件事会怎么说吧 我是认同你们了 但她可不会这么轻易同意哦 死敌夫妻俩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让公主解开心结 得到了她的祝福 那么接下来就要攻略婆婆 暗黑王国的女王大人 对少元这个人类儿媳会是什么样的看 公主看着阿瓦兰谢 你看起来倒是挺有把握的 你准备怎么说服你母亲呢 阿瓦兰谢看看身后的少元 我的把握不就在这里吗 安洁丽洁 虽然你可能无法理解 不过我一点都不害怕来自这个世界的恶意 或者家族的反对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其实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少元 光是他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我的一切全部停止 他是几秒内就能把我从地狱拉上天堂的人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我怎么可能因为家族反对就让他失望呢 比起这个 反而还是和全世界作对比较简单吧 少元听得都脸红了 紧紧牵住阿瓦兰谢的手 公主不想再吃他们的狗粮了 他叫上艾利克 转身准备离开 我们回去吧 再跟这对夫妻待在一起 我们也会变成笨蛋的 对了 有句话忘记跟你说了 神秘玫瑰 恭喜你结婚 请幸福的活下去吧 我真心祝福你 这是我之前就打算带你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说的话 我是真心的 少元听了公主的话十分感动 谢谢你 安洁丽洁 你也一定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祝你以后能活得自由自在 结婚很久了都没有亲自去拜访婆婆 只因丈夫是异世界暗黑王国的王子 而婆婆则是暗黑王国的女王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 少元心里忐忑不已 婆婆到底会不会接受她呢 过去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公主和阿瓦兰谢公开宣布解除婚约 这引得王室贵族们议论纷纷 也有很多人向阿瓦兰谢介绍其他贵女 作为联姻对象 不过阿瓦兰谢很直白地拒绝了她们 我已经有了立下千年爱情誓言的对象 而且我到死都没有与她分开的打算 可想而知 因为这段劲爆言论王室们又炸了 不过这次大家的反应和二人刚宣布解除婚约事不太一样 尤其是公主 大家都觉得毁婚这件事是很大的趣味 但公主面对大家只是笑得很开心 这就让王室贵族们更摸不着头脑了 公主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呢 难道他们俩从一开始就没想结婚 经历了王室们的各种猜测和添油加醋 悲剧暗黑王子和神秘人类新娘的旷世之恋故事 已经流传了各个版本到其他国家 公主听到这些传言在家里都笑晕了 而这个时候的少元在做什么呢 因为相信阿瓦兰蟹能够处理好王国的事情 所以少元和布莱泰立刻非常安心地在人类世界继续收集一台 两夫妻又回到了以前平静温馨的幸福生活 当两人沉浸在二人世界的时候 暗黑女王的信就寄过来了 阿瓦兰蟹 虽然你想守护新娘的心非常了不起 不过既然她已经成为我们家中一员 至少也应该让我见她一面吧 当自己的老公是异世界王子 用什么办法才能打动她的母亲女王大人呢 阿瓦兰蟹带着少元来到了暗黑王国 只见女王端庄地坐在王位上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类啊 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 一直都想见见你呢 少元忍不住抖了一下 女王的气场太强大了 简直压迫百十足 不愧是暗黑王国的支配者啊 但是没关系 她已经准备好了必胜礼物 女王大人一定会喜欢的 阿瓦兰蟹向女王介绍着少元 用词的严肃程度简直是在像老板汇报工作一样 母子谈话竟然是这样的气氛也太奇怪了吧 少元忍不住开口打破她 母后陛下 我买了一件礼物送给您 请您一定要好好看看 少元用以太便出了一台按摩影 对面的女王直接看傻了眼 只见女王忽然生气地说 阿瓦兰蟹 这是什么 不会是人类的拷问刑剧吧 阿瓦兰蟹着急地向母亲解释 少元在后面深吸一口气 其实在买这个礼物之前 阿瓦兰蟹就阻止过她 毕竟异世界没有这种东西 容易引起误会 但少元相信自己的选择绝不会错 因为这世上没有父母会拒绝按摩影 少元殷勤地把女王扶上按摩影 女王陛下 您先试试看再说 我保证您一定会喜欢的 事实证明少元的决定是对的 女王非常喜欢这个按摩影 阿瓦兰蟹也欣慰地笑了 她对女王单膝下跪行李 母后 我也知道您很担心我 不过就像您看到的 少元她总是会用意想不到的奇特行动带领 我现在真的非常幸福 不会让您再操心了 女王看着她认真的样子点了点头 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吧 阿瓦兰蟹 然后亲自证明给我看你的选择是对的 能被母亲大人认可真是太好了 阿瓦兰蟹正打算开口感谢 就听到身后有人喊她 原来是哥哥们回来了 大哥一见到少元就对她赞不绝口 毕竟少元阻止了公主的暴走 避免了两国战争 少元摆摆手 我也没那么厉害了 之前做的一切都在脑海里一傻过 似乎不是什么能说的好事吗 少元笑了笑 哈哈 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让他们说出彼此的心理话 大哥赞赏地看着她 少元小姐真是很谦虚呢 不过偶尔对自己骄傲一点也无妨 能找到一个完全理解彼此的伴侣不容易 你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 对了 如果你们以后有了孩子 也可以带她来王国和我女儿玩 我实在是太忙了 女儿怕是要忘记我了 阿瓦兰蟹你可千万不要变成我这种爸爸 阿瓦兰蟹笑了笑 大哥不用担心 我们都在为了以后要面对的事情而努力学习的 毕竟也只剩几个月了 阿瓦兰蟹转头看身边的少元 少元脸红得像一颗番茄 阿瓦兰蟹知道他是害羞了 和哥哥说了再见就带着少元先离开了 夫妻俩在楼下打打闹闹 大哥和女王也在窗口看着两人 看来他真的过得很好呢 真是松了口气 女王从按摩椅上下来 既然他有办法处理自己惹出来的事 我也不能再多管他了 真是个特别的孩子 大哥打去道 没关系 可以让您唠叨的儿子不是还有一个吗 对吧格雷西尔 我们也来讨论一下你的婚事吧 大结局来了 死敌夫妻俩在众人祝福中举行婚礼 两人再也没有任何秘密了 其他人也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阿瓦兰蟹带着少元见过母亲和哥哥们之后 两人就在暗黑王国到处逛 阿瓦兰蟹带着少元去吃衣服吃大餐 还得少元讲了关于二哥的小故事 原来阿瓦兰蟹的二哥曾经和光之王国的大公主 也就是安杰利杰的姐姐交往国 后来两人吵架闹脾气分手了 两国也闹得不可开交 为了收拾哥哥姐姐们的残局 阿瓦兰蟹和安杰利杰就变成了替罪羔羊 不过正如大家知道的 这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好在阿瓦兰蟹和安杰利杰已经和解了 二哥和大公主的感情问题就要靠他们自己解决了 夫妻俩像杜蜜月一样在王国里玩了一天 阿瓦兰蟹还带着少元去了花海 看着少元开心的在花海里奔跑 阿瓦兰蟹不禁感叹 少元 谢谢你跟我一起过来王国 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我一个人在王国里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回忆 虽然我总是希望从母后那里得到认同 不过我最害怕的也是她 虽然哥哥们一直是我憧憬的对象 但我也总是为了自己不像哥哥们一样优秀而叹气 但是今天 我第一次看到母后不那么严肃的样子 也是第一次对哥哥们炫耀很多事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你 少元 是你带给了我一切美好的记忆 我爱你 少元伸出手捏住他的脸 你说这些话都不会不好意思的吗 我要给我说这些肉麻情话的新郎一个惩罚 一吻落下 夫妻俩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不久后 两人在王国里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大家全都到场祝福了 布莱泰立刻哭得气不成声 夫妻俩手牵手再次交换了结婚事业 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夫妻之间不再有任何秘密 时间过得特别快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五年了 夫妻俩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施牙 也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 布莱泰立刻依旧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 一直待在二人身边 还成为了小区的猫猫王 有不少猫猫牧民前来挑战王位 我们猫猫也是长大了呢 感觉变成熟了好多 又或者说是夫妻俩更加幼稚了 这么多年过去 许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大家都有了新的生活 阿瓦兰谢依旧在人类世界 以适林的伪装上班工作 随着不断升职 她对工作也越来越有野心 有种要吞进整个公司的感觉 夫妻俩虽然看起来每分每秒都很恩爱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两人偶尔还是会吵架 虽然理由总是各种奇葩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只要夫妻俩每次吵架 布莱泰立刻总会坐立难安 不过夫妻俩总是吵完架隔天就很好 布莱泰立刻都看腻 最近只要他们每次吵架 布莱泰立刻就会催他们赶快去睡觉 真是笑死我了 女儿施牙也慢慢长大 现在已经四岁了 小诗牙长得像一个迷你少爷 还和阿瓦兰谢一样喜欢读书 总是缠着布莱泰立刻给他讲故事 一家人在一起真是太温馨了 王国那边的大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阿瓦兰谢的大哥继位了暗黑王国的国王 二哥也每天辅佐大哥处理政务 光之王国和暗黑王国的矛盾慢慢减小 关系也变好了 于是母亲们开始催着二哥赶快去和大公主和好 不要再闹脾气了 而光之王国的那对姐弟 安洁丽杰一直把少元说的话放在心里 认真思考了自己想做的事 他努力说服了王室大臣们让他出去闯一闯 还向阿瓦兰谢学习了伪装魔法和人类世界的常识 他努力学习考上了人类世界的大学 学习了自己很感兴趣的机械工程专业 因为他特有的执着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导师还邀请他成为自己的研究生 曾经那个迷茫没有自我的公主 现在也变得十分独立了 而艾丽克呢 上面两位姐姐都因为联姻逃跑了 那些如雪花一样不断飞来的婚约题 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可以承担了 而面对这些婚约 艾丽克只是对大家微微一笑 然后说 我喜欢的是那种可以管住我 用气势支配我的疏语 只要我一开口说话 他就会用嫌弃的眼神看我 如果我要走上错误的道路 他就算揪着我的衣领也会把我引向正逗 没错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女孩 于是 王子大人异常的癖好就这样被传开了 真是太好笑了 时间不断飞逝 大家都步入了新的人生 四季更替 花开花落 时间不会为了任何人而停留 不过我们都已经不害怕了 因为已经有了相爱相伴一生的人在身边 未来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我们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虽然许多事情会随着时间改变 但因为有你在身边 未来有许多不可预测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创造 有你相伴的人生一点都不觉得你 你就是我找到独一无二的存在 谢谢你 不管用什么都换不来的 我最深爱的你 我们安排了